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君老兄 邓一文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一文好就不见了啊 陈国强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何平先生你好 大家好 日文好 邓修学刚过 别单独点我一文好 你单独说的有好一般诡计 你知道了 听到那个何先生的这个特别关爱 你要小心一点 对对对对 推特上有的讲 说老师我是何老本的跟班 我是日文的跟班 天天班到日文的大作 所以对他特别的表示敬意 好 谢谢四位嘉宾参加 我们今天每个礼拜五的这个中国研究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的市政 还有美中关系 还有世界的局势 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谈谈国庆长假 从中央节到国庆 十一国庆 长达八九天的这个假期 中国大陆听说有九亿人在全国趴趴走 这个九亿人能够创造多少的消费 多少的经济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大家在东北医院里面讨论过很多次 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一个下滑的这个危机 那这个危机 尤其房地产崩盘之后 在许家印被抓之后 到底会什么时候止损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先谈一谈这个国庆长假爆分 中国经济的危机到底怎么样 何彬你要不要先谈一下 何彬 哎呦 应该找日文先谈呀 我没有像他追赠的那么厉害 每一天学习日文的文章 基本上把中国知识就掌握得差不多了 不过日文的最近的文章 略微有了一点点悲观 因为在海外吧 受这个信息的影响 你真的是打开西方的媒体 中国不是崩溃 成子以后 中国的模式就癥结了 那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的朋友 如果说过去几年 对川普的事情 大家有一些分析和看法 如果说 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这个战争 大家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面对中国的经济问题 我很少 很少 几乎没有听到 有这个比较乐观的这个看法 但是呢 我恰恰这一次 又是跟朋友们有非常大的 这个差别 我不是说 中国大陆老百姓 现在感受到这种经济的 这个放冷 或者是这个经济的困境 是不真实的 但是真实的 很多的商店倒闭 很多的中小企业 深圳很困难 原来所寄予的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盈利 或者是比较高的回报 并没有来 股票也没有 按照原来的想法 是不是有一点可能性 回暖呢 没有 取口的数字 这个国内的这个整体的 地方炸物 房地产危机 都是给人感觉到 几乎没有这个好的这个消息 但是我仍然呢 认为 应该把中国的经济问题 进行正向比较 同时又进行横向的比较 所谓的横向的比较 我们很简单 全世界就两百个国家 两百个国家 你可以对中国的经济情况 进行一个简单的 一个类比 一个量化的过程 这个量化的过程 你就发现 中国的制造能力 中国的这个市场 中国的消费能力 中国的 尤其是 这种制造业的生态化 可以说在全世界 找不到第二个 可以天得的国家 所谓的 屠高 成就是神话 所谓的去风险 那只是增加风险 所谓的 中国加一 只是给自己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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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听一点的安慰 所谓的产业转移 那根本不知道 他们在讲什么 转移到 到印度去了解 印度的环境吗 了解印度的人权吗 了解印度的人材 结构和管理体制吗 了解印度的 现在的内部的纷争吗 如果你要转移到 越南 那就更是一个笑话 越南在九千万人 它的基本的建设 它的生产的能力 大概在中国的 三十年前 有一些地方 可能还是四十年前 也就是说 那你要转移到墨西哥吗 譬如说墨西哥 最近跟美国的出口 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为一个最大的贸易国 但是你真正了解墨西哥的这些产业又是怎么回事吗 也就是说所谓的产业转移 所谓的去风险 所谓的投稿 其实都只是一个想当然的 一个理想化的一个实际 一个基于意识形态 基于想当然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转移 还一个就是所谓的资本的外流 我们看到了欧洲商会 看到了美国的商会的一些报告 这些报告 他们对中国的营商反应是有很多的批评 我认为那些批评都是正确的 比如说中国政府粗暴的去打击那些外商 你也不给一个理由 你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法律程序 对于今天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了 而是这个样子真的是令人遗憾 尤其是疫情的那种粗暴的打击 粗暴的封锁 我觉得这些外商们批评的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别搞错了 外商是干什么的 外商商会是干傻娇的互动的 什么叫傻娇的互动呢 他们的商会就是要维护商人的互动 商人的权益 所以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这个商业的利益 权益 在任何国家都应该是这样 好像是中国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而且呢 我相信他们是有一些力量 因为这些人就是代表 这个美国 欧洲 这些比较具有规模性的这个商业 但是你仔细看看他们的数字 你再去看看 真正决定离开中国的 非常少 或者是几乎就谈不上 几乎谈不上 除非是你这个企业根本就不行 你在中国已经没有 这个竞争力了 比如说日本的三菱 对吧 它根本不行 它必须转移市场 原来三四十年 其实三菱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品质的一个代表 那么有没有外商投了 有 但是这个资金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些资金都叫键盘资金 他今天看到这个市场不好 比如说日本的市场 根本就一塌糊涂 根本没有什么产业的提升 只是因为它太便宜了 而且日本的市场 是有一定的预测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资金都引向日本 并不等于日本经济就好 到哪里 和你地方去了 这稍微了解一点 日本的经济情况都清楚了 那中国的这个情况 那讲起来比较长 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确确实实 层次就更多一些 首先是三十年四十年的 这个改革开放 集中的太多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 是基于没有市场经济 没有法治 更没有比较好的 政治的环境的情况之下 发展起来的 那么高速的发展 集中了很多问题 现在跟体制的一种冲突 尤其是现在跟产业 转移的一种冲突 所以很多的产业要改变 而且这种改变 实际上你在日本 你在不要说日本 就是美国 欧洲 你的很清楚看得起来 很多传统的中小企业 它就是很难生生下去 那么 那么即算是大型企业 像恒大呀 这些大型的这种 这种企业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 它必然是需要调整的 没有一个房地产 是可以允许挣钱的 再让习近平说 房地产 不是用来炒的 这是完全一个错误的概念 但是房地产的固分的资金的集中 固分的级的太高 尤其是成为中国的单一的 这个理财产品的时候 它积累了这些危机 所以很多问题需要清理 必须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产业阶层 而中国在新积蓄产业阶层里面 虽然不能说一定是世界第一 但是至少可以跟美国平衡天下 平衡天下 甚至在某一些领域方面 中国还有很有可能是领先 那么这个主要是跟政府的补贴 政府的产业的政策的正确眼光 和可以说主国的体制 这个帮助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这是大的背景 那至于中国政府的粗暴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为什么 因为一看经济不好 跟他就傻了 他就会变得很温柔 因为经济好了 他就变得比较嚣张 所以这些政策 如果是能够进行 迟到的这个调整 我觉得未来三个月 我们看数字 如果是未来三个月的数字 还大体可以 那么中国的这一次的经济的衰退 或者是崩溃 或者是危机的这个信号 大体上就组成了稳定 那中国当然还是很艰苦的 因为它毕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层 很多人已经不能适应了 很多企业可能就会垮掉 很多原来的投资的方向 就要进行调整 但是一个新地区局导的一个时代 将会来临 好 一文 您在线上吗 那个何云提的这些事情 当然承认有危机 但是他是乐观以待 不不不 我不承认 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是认为 我是认为有问题 他说有困难 有困难 但是 有困难 乐观以待 乐观以待 一文 你在看法呢 这个 和平解放话 可能不比往上很多人认为 认为是中国政府的辩护士 我部分同意他的话 但是也部分不同意 就是说 他刚才讲到的说是 如果评论中国的经济问题 既然需要从重向 也需要从横向 但是我认为还是更多的 应该从重向来比 尤其是从中国自新来比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 因为你不可能 就是说 跟美国比 美国这样一个 前述的经济体的话 它多年来 几十年来 十几年来 都是这么 百分之一 发现百分之二 发现百分之零点几的 这个经济增长 那你不能讲 那这个 到了美国今年的经济形势 计算还是不错 有可能会高达百分之三 甚至到百分之四 有能预测 那中国还是应该 用从自己来比较 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 从实际情况 我们应该从这个 底层本性 或者说这个中小企业的 基本状况来去评估 不要去看小时的 这个国有企业 或者小时的那个 这个民营企业 大型的民营企业 其实从民营企业来看 从国企业来看 日子都不是很好过 那从底层的 老百姓的日子来看 更不好过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当然对这个 基本事实的判断 是否到了危机的程度 这个美国人 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像何老板刚才讲 他是用 不认为有危机 还是认为有困难 我之前是认为说 是有危机 有危机呢 可以看从哪个角度来看 就是从过去 哪怕就是跟习近平 自己十年比 我们不需要说是 跟一个更强远的比 就是过去习近平的十年 这个看起来 平均起来 就经济增长也很高 就是达到了 就是过去十年 达到了就是 好像是百分之五点多吧 百分之五点多 还百分之六点多 这个这个速度 应该来这也是 也是还不错的 但是我们讲 大家说他的 主要是说这个疫情以来的 三年特别是去年 或者前年跟今年 这样一个 这个 这种是 可以讲是 过山车式的 这样一个滑 滑波滑轮 所以讲 之前有人讲 这个分析这个原因的时候 说是一个 是属于疫情的 这样一个 八横的效应 就是说你 疫情过去 你总会留下 一个心理的反应 留下一个心理的 一个就是 这个你的八横 这个还在 那么这个八横 可能会扩散 会延续一段时间 延续一段时间 当然 更主要的大家认为 可能还是一个 结构性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 周期性的问题 因为你长期的 这样一个经济增长 总有 总有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增长不动的时候 这是一个 智能的 这个规律 从这个角度看 也没什么 太太了不起的 但最重要的 还是那么一个 所谓的一个 结构性的问题 当然一个 结构性的问题 也是很复杂的 但是大家 把它归基 所谓的这样一个 习近平的 这样一个经济 这个不单是 一个经济政策 而主要是 还是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信号 一个政治上的信号 这么多年来 大家都不看好 你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 一个人大权独揽 什么都是说了算 这样一种 这就给 紧张的社会 一个很大的 一个信心的 一个摧毁 那么 近年以来的 在经济方面 应该来讲 确实实是 包括习本人的话 不管是主动也好 还是被动也好 被迫也好 确实是经济竞争 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转变 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态度 简洁是来了一个 一个80度的 这样一个卷弯 这个卷弯 我相信中国政府 对民营企业 不会这个时候 危机一旦 应该来说 危机一旦 双方强的时间 不会因为说经济 是好了 双方忘了 就是已经有一个 双方财了 以后的话 过了一段时间 你还会看到 这个双方还存在 所以不会因为 我个人认为 不会因为就是 未来如果经济 是好卷的话 对民营经济 或者对外租 又会有什么 一个大的 这样的转变 应该来说 我觉得不会有 太大的转变 基础是有个转变 也是一个 这个时间也是 双方都来讲 会比较强一点 那么具体到 现代的经济形势 从9月份的四季来看 舒服给外界 传的一个比较的 这个双方来讲 比较正面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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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所谓的 几点奇吻 几点奇吻 我这个最近看到 这个花旗银行的 就是昨天的一个 这个时候说 对中国经济的 一个预渡 他把还上调了 他之前对中国经济 是预测为4.7 甚至把他上调为 百分之五 那是他的理由 就是说中国经济 9月份已经几点奇吻了 这个就是大概率的 加以这个最坏的情况 就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 那么一般的上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 直接或者西线银行 基本上也是认为 就是说现在经济 基本上是几点奇吻 当然对明年的经济 形式的预测 他们可能是 比今年来说有时候下调 比如说上国际货币基金 可能就把它下调为 4.7左右 总而言之的话 就是说从我们讲 从国际的这个 或者学姐来看 就认为可能认为 这个中国经济最坏的情况 已经过去 那个从目前的国际 就是说这个国际墙架 多大景区的人山人海 包括他的驱游的人士 已经可能说 就统计四季超过了 2019年已经一斤前 这个火车的就卖票的 那个人士 这样一种状况的话 实际上一件 因为我们讲 今年这个曾经五一 国际墙架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种旅游的乐度 这个没有 跟没法跟这个十一双比 当然这个十一 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 比五一 我不知道五一是不是一年 一个礼拜 反正这个国际是八天 是一样更长一点 另外这个五一的 这个收费的 这个收费者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 虽然人数也很多 但是一个 我们讲景区 很多人就是没有买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问题的 国庆强加了 可能同样也存在 但是应该来讲 就稍微的力度 应该来讲 好像是比五一是要高 就是要高 一个人数要多 一个稍微的 这个能力稍微要强一点 稍微要强一点 另外就是从 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角度来看 自从出了那个什么 认房不认带 还是认带不认房 我都不做了 这样一个政策 之后 苏福也有 虽然还没有完全体现 在这样一个房子的消费 在这个网线的适量上 但是因为这里有个 之后的一个效应 从苏福也已经 慢慢的这个房地产 就是高大房地产企业了 苏福也慢慢的也有所好转 慢慢的也有所好转 包括这个 其他的地方在的问题 都是在处理过境中 也就是说 这种处底反弹的情绳 苏福要出生了 苏福要出生了 那我也看到了 中国经济学检的 一些看法 最近那个北大的 经济学院的那个院长 在普林斯顿 做了一个演讲 普林斯顿大学 他对中国经济 未来的评估 是说谨慎的乐观 谨慎的乐观 当然国内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 都说是 跟北大的经济学院的院长 好像都差不多 就是说 不认为最坏的情况 可能也就是 阶段性的最坏的情况 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 尽管这样 但是我认为 这个房地产的 这样一个信心的 这样一个 细想盛生的程度 包括我们讲 地方政府的债务 包括这个社会 老百姓的 这个社会的力度 都还是很脆弱的 很脆弱的 这个信心是 依然不是很足的 不是很足的 一度来讲的话 要完全的恢复到 疫情前的那种水平的话 我认为就是说 应该还是要期待一段时间 也所以就是说 这是今年上半年 五六月份开始的 政策发力 中国政府实施的 政策发力 包括投资方面 包括对 这个房地产方面 包括对这个民营企业方面 都包括对外资方面的 这种 这种政策的发力 它的这个效果的显示 确实是会有一个效果 就是会有一个 实质的效益 实质 就是一天之后的效益 那么在11月 11月 12月 最后这三月 可能会陆陆数数的 这个显现 有可能到明年 到明年还会显现 到明年一段时间 就是 就好像对吧 就好像股票一样 它有一个横盘的过程 横盘过程之后 横盘一段时间 再可能往上新 再可能往上新 所以 但是就是说 在大跌之后 在大跌之后 我们都知道 这个在大跌之后 你再有一个股票的 一个往上新的话 一般来说 这个横盘的这个时间 可能强 第二个来说 技术是往上新 对吧 也不可能这个 恢复到我们的 打贴机前的那个水平 除非除非 非常之外的 这个力道的 这样一个刺激 但是我们讲 这个中国政务 它这个刺激经济方面 它也是一些政策 而不是说美国 也集结的 这样一个财经次质 或者说集结的 其他方面的 这个大幅度的减息 等等 虽然它也这个下调了 这样一个这个存在 特别是准备经历 但是没有这个放水方面 央行的这个放水方面 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央行这几年 这个放水其实是也很大的 关键你怎么能理解 这个放水的 这样一个 这个含义的问题 印度来讲的话 我认为就是说 中国经济 这种起跌 这个起跌起稳的市场 确确是已经确立了 但是这种信心的恢复 还是要相当强的一段时间 明年的经济 下半年最后三个月的经济 可能会有所好转 可能会 但是明年的话 这种信心的低迷 依然还是会继续 印度来讲 从明年的经济形式来看的话 我觉得最好的话 就是为期今年下半年 最后三个月的这样一个形式 最差的话 那又回到这个年终的 这个今年年终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就还要看 这个中国政府 持续的这样一个政策 发力的这样一个力度和态度 还有就是外部的这样一个经济形式 是要对中国经济有所拖累 这些是两个 一个互动 一个中国经济形式 本身的这样一个 对世界经济形式 特别是对亚洲的经济形式 会形成错略 另一个方面 就是外部的经济形式 如果不好 也会反过来 这个我们讲 再影响到中国经济形式 所以讲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就是多方面的经济形式 我们讲 还是要找一步 看一步 因为经济的问题 毕竟还是要用数据来说话 我觉得 那革智能 我想接着一文的 这个观察 我想请教你 就是说 美国可以用成长 21%或0.5% 甚至没有成长 能够支撑这个国家 那中国现在 从08年的北京奥运 到100年的上海四国之后的 这种所谓经济增长的高峰 已经跌到现在 不管4%5% 或甚至以后更低 这样的一个 刚才呢 何平先生讲的呢 他说西方普遍对中国经济不看好 我觉得他 我认为他没有看西方的文献 因为西方的大公司 还有西方的这些 做金融 还有这个财经方面的媒体 对中国经济评价非常的谨慎 那么至少我看日经新闻的时候 在两三个月前就讲过 说日本在 你还在看日经新闻 我每一天 每一天把西方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智库 我每一天都看 我现在就已经把 昨天的智库 那我倒是 我把那些 所以你不是 你不要搞 你搞一个日经新闻 还跟我来谈 没有 我在说 我倒是把我看到的一些给你 因为我是 你不要 我是天天的希望 我哪个都看到 你看到我每天讲的 全部都知道 我是天天希望 你主要是 不要经历一个根本不了解的前提 对吧 你直接评评 我的观点就可以了 我到时候 等着我告诉你 我是天天希望呢 西方的投资者能看清 这个习近平领导 中国经济没什么希望 但是我发现 他们总是看不清楚 那就因为至少就是 是这样呢 我觉得 他们做经济的评估是一样 并不像你似的 完全看什么宏观经济数据 他们看的呢 一个是在企业家活动 还有产业中端结构 看产业和地区 因为这是他们企业发展的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其实你宏观经济分析上的人 说多少灾难 多少灾难 那些企业家不一定怎么看 对吧 在中国经济不好 什么大举 他们觉得有个国家 如果经济不好 大举进入的时候 如果只要 他还有一个基本盘面还在的话 他可以大举进入 我第一次说呢 说你也别小叫日经新闻啊 日经新闻只要到现在为止 我看的 他们说的那些东西 比如关于对中国的一些产业的 包括中国的一些技术 这个是做的不错 好了 反正在日经新闻和你之间 我选择日经新闻 这个你别生气啊 那个是正确的 主要是你刚才说 我不看西方的简报 我告诉你日经 日经什么新闻 和西方的 而且日经现在是跟美国的金融 时报是现在 不是他们现在在结合着做一些东西 好了 我现在就到这为止了 我是定他们的 我定两个东西 一个定外交政策 一个定这个 好 我花钱定就这样的东西 那我现在回头再说呢 我是觉得呢 这个其实 中国的经济 没有 当时也没有人说 它有什么危机 只是说 它在危机的前沿 比如说 房地产如果要是爆了的话 或者像这些 爆雷啊等等 它是有一系列危机 但是呢 中国政府 大家也知道 中国政府还是可以出手一些措施 去救它 这个也是大家在谈的是 中国政府要不要出手去救它 但是现在经济 比如像最近这个 经济在长假中间的 所谓的经济景气 我们也只是说的是 旅游的人次 和一些景点的爆满 现在今年五一长假 我就跟冯盛明讨论过这个问题 因为有许多的这个游客呀 他就是当地游客 他在当地玩 他也可以算的 交通上的这个呢 你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 因为这个量呢 还有呢 现在中国很多景点没有开放 所以会聚集在一些景点 这个也是事实 但是 现在我觉得 还需要看零售业 餐饮业 这些报表出来没有 这些微小企业家 他们的信心恢复没有 假如说对吧 你像那个时候 我们在北京天天游玩 带着干粮去 你带着干粮去 就是一张车票 你消费了 但是对吧 如果不像 你看过去 现在不大可能 不是 我说过去住 假如过去住四星酒店 五星酒店 现在只住两星三星 那还有他吃的东西 也是档次降低了 因为这个 这次的疫情打击大的 就是对这些 这个 这些餐饮业呀 服务业呀 这些打击是非常大的 他们就是说 有人消费 他们能马上恢复 这也是个问题 所以最后数字出来之前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乐观 不过我们得知道这一点呢 这个习近平在讲中国危机的时候 三架马车都出了问题 就是投资出了问题 消费出了问题 那这个外贸 还有一个 实际上就 其实外贸也有问题 那么但是对外出口 不是中国决定 是国际市场决定的 这个国际社会 普遍也不说 这是中国一家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信心问题 那在去年年底头 李克强说 刺激经济的 刺激要应出尽出 所以今年第一季度 经济好了一下 第二季度又坏下来了 现在这个长假消费 这给消费带来 究竟能不能带来什么 我觉得这个我们还要再观察 那么 中国经济会不会有危机呢 这个国家是个极权社会 他想让他有危机 他就可以有危机 他想不让他有危机呢 他也可以不让他有危机 无非就是在搞搞飘飘正正啊 定量供应啊 然后什么搞搞这个东西 这是西方国家不能做的 事实上哪个国家做 哪个国家政府要垮台这些事 中国政府都可以做 所以习近平也不是没想过这个事情 他现在制度上又做了一些安排 而且他今年的时候 在前两个月就提出要 要提倡要吃苦对吧 吃苦是以苦为荣 以苦为乐 他又再提倡这个东西 就说明他也准备了中国的经济 可能要进一步恶化的准备 但是危机不危机啊 大饥荒的一种危机都能挺过来 你说这个我就讲过两件事啊 搞不夸共产党 一个是经济危机 一个是战败 因为战败可以吧 只要是战败是在境外的 他可以吹吹是胜利 就完了越战对吧 你说那这个战胜 你那么多的百万大军 就打到亮山又怎么样 但是你还去撤回来 撤的时候 打的时候撤的时候 都丢了那么多的兵 丢那么多设备对吧 这个东西就要是真的 按照军事上来说 这个得不偿失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打印度 当然这个仗打的是 比较那什么一些 但是打苏联也没占什么便宜 那我就想说 回来说那共产党这个国家呢 就说我们看数字 我是觉得中国经济呢 肯定恢复没有想的这么好 我道理很简单 中国经济在习近平接手 他的体量比实际上 我们数字上看的要大得多 人们都说政府要虚报 但是我们得知道 中国民间经济是蛮报 为什么 他不想交税 不想交税 所以中国人的很多收入 都是灰黑收入 他是在政府的看面 特别是在最外开放之后 他借着国外的这个东西 他转移了很多资产 这个你也看不出来 所以这从这个 如果你把这个角度看来 像中国经济呢 如果你说民企和国企 这个平分江山的时候 半壁江山的时候 实际上中国民企的江山 比国企要大得多 而这次呢 就习近平的打击 最主要打击是民企 那民企到底受多大打击 这个我们在统计书上看不出来 因为民企本身 瞒报的东西太多了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孙立平先生呢 在前两个月写的篇文章 他说 为什么中国政府呢 出台那么多措施 但老百姓没有感受到呢 这是跟习近平 要按新理念 打造新经济格局有关 这就是刚才 和平先生当作一个成就来说的 中国有什么创新啊 什么企业啊 什么在发展 某些企业走到了 这个已经到了世界前列 跟美国的能够有一较上下 有台领先于美国 这些呢 在这个 其实在西方的 这些搞经济和技术分析的媒体 都已经谈到了 这方面的事情 而且这个美国 也因此 还有很深重的这种危机感 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 我们可以来谈 这个以后做一个比较 那么但是我要说的是 但是这种投资本身啊 对于实际的经济 就对老百姓的国际民生的这种经济 实际上影响不大 所以这个孙立平说呢 为什么现在我们投 砸那么多钱进去 但是一般的人感受不到这个经济 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季度呢 经济可以有所提高 第二季度经济又下来了 指标下来了 因为那个东西是难以为继的 那么现在 我是觉得习近平是在赌一把 在赌国运 就是说我砸那么多的经济 我砸那么多钱搞创新型经济 如果这个创新型经济真的能在内循环中间 能够自成一体 那么这个中国经济算升级了 但如果不能自成一体的话 那我们也知道 归谱烧了多少钱 对吧 那些钱烧的又不是国家钱 不是纳税人的钱 那个钱烧了之后 就大公司拿出一个比例一些 什么这个一些风险投资公司 他们把钱给烧进去 但是呢 中国的钱呢 是纳税人烧的钱 烧的是这个 这是超市国家的底子 那如果假如习近平这个 如果在五年十年 不能打造出这个经济新的发展格局 那中国就等于又在其他方面的东西 给丢掉了 制造业的转移呢 这个其实在这个 而且对中国经济这种习近平的打击 也不是说在疫情才开始的 实际上习近平的中国经济打击 是三刀下来的 第一刀呢 就是他按照他的新的这种经济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论述 对中国民企进行一种打击 我在几次讲过 习近平本身并不仇视民企 比如像曹德旺的福耀 还有像这个华为 任正非的华为 还有像宁德时代 他对这些公司 他是一直采取的一种比较负责 他甚至不惜动用国家的安全资源 就为华为的话 就为孟晚舟去解套 那么但是呢 他确实他的那个关于经济发展质量 和青山绿水干干净净的 这样一个概念呢 是对中国的民企进行摧毁性的打击 就一个拆违装建筑 一个就是环保风暴 我不是说这个不该搞 而是他的这种搞法 因为像美国 美国的总统拜登 像美国的各界认识到了 环保是很大问题吧 气候啊等等 这些反常都跟他挂钩 但是他还是要走一些民主程序 他不能对民生造成太大的 这种攻击性和伤害性影响 油价高居不下 但是他也不能让他高得太离谱 所以在这方面呢 就是习近平呢 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 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摧毁性 第二刀就是中美贸易战 那其实中美贸易战呢 对中国的打 就是现在美国和中国在掰腕子 这一点这个打击 大家其实估计不够 因为我这现在每天会接待一些 走线来的 走线来的身上 各种人都有 比如他们原来在非洲做项目的 我这次到华盛顿开车 我带我的一个党员 他跟我在非洲做项目 我说你每天项目怎么做不下去了 说做不下去了 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啊 他们美国得罪了 他说非洲的这些人呢 也不喜欢 你说原来不喜欢美国人 现在也不喜欢中国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他做项目的时候 不跟当地人 而美国其实相对来说呢 我的发展不顾你的力 但美国人还算文明 那中国人哪和平 那我就不用说了 你讲的完全相反 你讲的完全相反 不不不我不跟你说 那我这样 我们就把 我们把实际搞操作的人 找来开个座谈会怎么样 你来主持怎么样 没问题啊 我把没问题 我们就开个座谈会 就讲中美在各个地方 在世界各地 掰腕子的情况 给中国的这些企业家 造成什么困难 好吧 好 那我就说呢 就是其实呢 就是习近平 对中国的经济 造成的摧残性打击 实际上从统计数字上 是看不出来的 统计数字上 看的那些恢复 也是没有考虑到 当时在中国经济 就在统计数字之外的 这些中国经济的现实 这个我觉得呢 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 那么关于中国经济 会不会恢复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 做两方面评估吧 一方面评估就是 习近平现在已经摧毁了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 基本动力机制 那个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靠需求 需求拉动 然后呢 靠民间的投资活力 民间企业家的活力 去增长 那么其实国企在某种上 只是抓几个战略产业 靠税 在这站着这个 靠这个国家的税收 去支撑他们 银行贷款的倾斜 那但是呢 这个机制呢 现在叫习近平给打掉了 当然他一个是 供给侧改革 他的基本方针 他现在持续了十年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他的对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质量的 这种提升 还有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的转型 这种牙描助长的方式 把这些动力机制摧毁 所以再像过去似的 一统就死 一放就活的 这种局面 现在已经没有了 他现在就在出台 再多的措施 很多企业家 现在不愿意做了 现在这是一个 基本现实 那么还有呢 我觉得就是 那现在下一位 如果习近平能活呢 就是他真的能把他 那个新发展格局 打造出来 这个就以创新形式的 这种你打造出来 这个格局能形成 那当然中国经济 可以上个台阶 不过呢 这种经济呀 不但是资本高度密集 就科技含量很高的 而且资本高度密集 而中间有很多的风险投资 这个浪费是很高的 所以在这点上 我就觉得呢 怀疑 而且呢 他要出来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 他涉及到了 整个一个技术生态环境 中国有没有这样一个 比如你像 微软能搞起来 这个 Jobs能搞起来 那是因为他有一个 整个的一个技术 生态环境 他不是一个企业 他旁边有很多配套的 都能够上 那习近平转到内循环的时候 如果还想打造 这样一个新发展格局 这个反正我是高度怀疑的 好 这个国安教授 我想我要掌握时间 这个之前我们常讨论了 这个中国经济 要取代美国成为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现在已经很少人谈了 你怎么看 中国的经济 它是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改革开放之后 不然很多方面 都有长足的进步 但是造成了后遗症 和一些偏差现象 确实是很多 所以最近几年 习近平他党中央 对于经济采取 诸多的治理整顿的措施 这治理整顿 都是必要的 但是中共的官僚体系 一向有个问题 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常常做得太用力 搞过头了 所以后遗症很大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中国经济 过去几年的成长 当然是改革开放成果 但也是民营经济 民间的一种推动力 让中国的经济有改头换面 然后长足进步 然后直逼这个美国 这个最大经济体 那么可是他造成后遗症 也非常大 你比如说 今天的房地产 他所占的国民的GDP 太大的比重 而且国民的资产 有六七成 是投资在房地产上面 这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除了这个产业投机性 而且他占用了国家太多的资源 另外呢 他就造成太多的贫富差距 扩大的问题 那么这当然是需要去面对 但是面对的过程 是不是用力过度 造成房地产 几乎是崩盘性的下跌 那崩盘性的下跌 那么对于国民的 这个消费意味和消费能力 都有很大的影响 对产业的火车头作用 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讲消费 那么今天我们讲 五一到十一 这两个长价的消费来讲 十一 现在我们看到是 到处人头专动 但是你必须了解 他的消费的金额 有没有更提高 比如说是住饭店住的多 还是当天来回的多 这种种要到两三天之后 数据慢慢出来 才能评断的 那么最重要就是说 今天我们看到的消费意愿 和消费能力下降 是对中国经济也非常大的一个制约了 因为今天中国他们经济的前景 很多人是不乐观的 而且太多的资产投入房地产 房地产下跌 对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是常常受到很大的影响 另外习近平他们希望 房地产跟资本市场 同样都是具有投机性 但是资本市场 是对于企业的集资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中国房地产市场 应该是要削弱一点 然后资本市场要提振一点 但提振的效果一直不明显 那么对企业集资 是有很大的一个妨害 所以他想用房地产资金转移到资本市场 那么其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只是现在是不是付出太大的成本 那我们讲消费 我们刚才讲说 大家看到旅游消费 可是旅游消费在整个中国大陆的 占GDP的比重并不是很高 在旅游消费最兴旺的时候 GDP里头只有3%到4% 是旅游 而且其中还包括外国的游客 所以我们不必过度重视旅游 这一块对于整个的一个内需市场 或者是国民消费意愿和能力的一个 橱窗作用 不一定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就是今天 你提振消费的几个重点项目 是不是已经摆脱了过去的黑暗的局面 而展露曙光 你比如说消费最重要的是能够大笔的 包括房地产的消费 包括装潢 包括家电 这些大笔的消费才重要 他可能超过旅游 这个是不是已经互书起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消费很重的来源是 这个投资 投资带动的消费 你比如说一个企业 他投资 那叫厂房 厂房就牵着钢铁 这个水泥 还有人工 这种种的消费 这投资带动的消费 是不是已经增长起来了 那么这一点也不是很乐观 第三个 外贸的大量的盈余 是不是提振的消费 就是靠做外销的 这种产业和产业的人口 那么他们是从外销获利很多 然后提振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那么这个也是不乐观 因为中国大陆 现在这个进出口 过去几个月都下降 当然这两个月也稍微好一点 但是未来 美国的经济现在开始急转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美国现在很多的经济预测机构 对于第四季 从现在开始 10月11月12月 第四季的一种 国内需求消费的一个疲软 是给予非常大的一个警告 所以美国第四季可能是经济 可能走向疲软 美国前财政部长 桑德斯 他说美国软着陆的机会 剩下30% 不到50%以上 那么这个美国经济疲软 对中国经济也是会冲击 那整个来讲中国经济 内内外外的问题很多 但是已经往好的方向走 这是一个确定的 第三季比第二季略好 第四季应该会好一点 但是呢 我们讲外部的环境正在恶化当中 尤其美国经济 对于这个中国经济 是不是产生制约作用 我们在第一世纪的最后一两个月可以看得出来 好 这一点我值得是最为关键 就是如果美国出现这个运着落 对中国的经济 对全世界的影响 可能比中国还要大很多 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 制造业的产品的影响 消费的产品的影响 而美国是一个经营体系的影响 所以班农总统说啊 那个那个炸弹的 那个警告的声音 他嘀嘀嘀响 当时我就批评他了 我说你这个别搞错了 不是别人在想 是你的在想 听出声音了 嗯好 这个台湾的中国的经济 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美国经济 不过我必须掌握一点时间 把这个题目呢往下挪 往下挪 挪到这个谈谈美中之间的关系 各种不同的消息管道 现在目前显示出来 美国总统这个拜登 跟中国国家主义 习近平11月会在APEC 就11月14号16号 在美国旧金山的APEC峰会之后 或者之前 或者当中会有单独的会面 那当然习近平在参加峰会之前 可能10月底或11月初 也会访问越南 越南拜登9月份刚去 前脚去 现在习近平也要后脚去 美国你怎么样看待这个拜祈 会在目前中美的关系之下 两个人11月中 在旧金山会面 你觉得会起到什么样作用 如果不发生太大的意外的话 我觉得应该来讲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 在11月这个旧金山 这个举事双边的会谈 因为目前的形势 无论是从中国政府 还是从这个拜登政府来看 都是有意的要促成两人的会谈 拜登政府就更不用讲 就是一期以来拜登讲 我要跟习近平见面 那大概呢 就前面的两个因素 就是说 赌碍见面的两个因素 应该来讲可能会消除 一个就是香港特色 李家超的这样一个 与会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谈拢的话 就算是会来参加的话 也不一定跟拜登见面 那这个问题应该来 从目前的这样一个 两国这样一个 这个紧密联系的 这样一个情况来看 这个问题可能应该来讲会排除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讲华为的这样一个因素 因为之前这个华为这个手机 引起了美国商务部 美国这个政府的这样一个 这个雷蒙多 昨天在听见会上演说 是令他不安 但是正在做一些 出台一些更收紧的措施 这个更收紧的措施 是几步 是不是在这个 我们讲是在习近平 这个来之前出台 还是来习近平来之后出台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收紧 是怎么一个收紧 是几步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 几步是商对来讲 比较完善 这个力度不是很大 还是说有出台一种更新的 我觉得这个建设问题 可能都会谈到 都会谈到 马上这个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侯利峰也要到美国来访问 那么这个王毅也要来 那这些问题都来都要谈 所以说如果说这两个问题 我觉得说如果要见面的话 基本上是这两个问题 就是说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不会做太大太多的文章 一个来的所以讲这个 只要这两个问题不是就是说 美国不出台进一步力度更大的 对中国半导体的这样一个遏制措施 以及这个不限制 这个香港特殊李嘉超来参会的话 那么就是说 习拜会的这个在旧金山的举行 是双方来讲是比较 这个考量是比较大的 那么从拜登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 他也现在已经进入了 面对川普的这样 就咄咄逼人的省事 应该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他是感受到了一种危机感 一种危机感的话 那你如果要跟共和党来抵反华的话 那当然你是比不过共和党了 因为在野党再怎么可以 不可以 我们讲他因为在野党上来讲 就不要承担这个 两国关系破坏的这种责任 所以他可以这个反华反的一个程度 再怎么厉害 他都可以 但是这个我们讲这个执政党是不可以的 所以讲这个话 反华这个之后 你比不过共和党的话 那你就应该来讲 就是就会开另外一条渠道 另外一条渠道 所以讲这个在中美关系上 我如何跟中国这个进行 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 稳定的两国关系方面的话 那从这个方面来 来这个我们讲积累一点这个资本一种效益 因此来讲的话 拜登的话也开始要从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所谓大选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考量两岸 考量这个中美现在关系 所以所以这个如果这个是大家都是从为了两国关系这种稳定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也是 他不想是因为美国马上这个这个进入明年 进入这个大选这个季节两国关系的因为被美国的这种大选的因素受到更多的冲击 所以他现在也应该来讲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也会想去稳定 而在中国更更有这个我们讲这个这个就是太稳定中美关系方面 他更焦急 更焦急 印度来讲的话 拜登习近平都想稳定 印度来讲的话就是说 如果他们能够见面坐下来聊 也能够聊一些比较深藤字的问题 比较深藤的问题 之前我们讲去年他讲了两国关系的进程所谓的这个分歧的管控 分歧的管控 但是从今年以来的情况来看 前四二八年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气球的事件 让两国关系进入了这样一个危机的阶段 但六月份布林肯访华之后呢 慢慢的有所有所好转 就是说两国分歧啊 就是这种分歧的管控啊 基本上大两国都是在做啊 都是在做 那现在是说 这种分歧可能深入到经济层面啊 深入到这样一个 东亚的事务的层面 深入到两军的交往的层面 包括这个还深入到这个我们叫金融其他方面的层面 都要 所以他从这个元首的这个 这个门道林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的话呢 那么他们我觉得不单单可能会聊两个关系的一些大的原则 一些方向 其实这大的原则方向早就基本上两国都基本上都知道 还会到这样一个程度之下来 但就一些具体的可能一些问题 可以进行讨论 当然台湾问题是不用讲了 其他方面啊 就是说 上中国政府或者上习近平讲的 所谓中美的正确的相处之道 怎么来探讨 怎么来找到两国 就是两这个 都能够接受的所谓中美的正确相处之道的这样一个 我觉得这里面这个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 什么样的途径来能够找出这种应该也这样是 如果他们会会会会见面的话 可能也是讨论的重点 这样的话呢 如果说见面之后呢 中美关系可能就会双子来讲 我觉得至少是明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应该来讲还是会稳定一段时间 当然到了明年下半年 这个美国大型金融非常激烈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中美关系 中间的比较稳定的状态又下发 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让两个关系的有一段时间 哪怕就是半年时间的这种稳定 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 果然说你怎么看这个拜登习近平 11月就应该封位 是不是对拜登跟习近平都是有利的 所以他们才选择见面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啊 过去几个月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新的阶段最大特色叫紧密抽商 这紧密抽商能带来多大的这个效果 是未知数 但是至少在姿态上面 美国是积极主动的跟中国进行磋商 而中国是被动的 也是非常认真的跟美国磋商 那么双方所需要达成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目标呢 就是不要失控 就是让两国的关系 虽然在斗争 虽然在竞争 虽然在互相这个打击 但是呢 两强不要失控 两强必须在一定的这个 限度之下做有限的竞争 而不能够做无限的竞争 更不能够发生战争 所以说这个去年11月到这个习近平 到了这个巴厘岛跟拜登见面 到现在 就是朝向 那么拜登所设定的一个目标 就是高层官员紧密抽商 这高层官员紧密抽商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具体的成效 但是对于两国关系的失控 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所以最近最受瞩目的一个扫商呢 就是在这个 中东地区 这个美国苏利文 进行了这个12个小时的会谈 那么这个是完全是代表 两国的最高的当局 做的一个密切的扫商 这个扫商呢 是最关键性 那么扫商的结果 当然就会决定习近平跟拜登 11月是不是会在这个美国 做一个双边的这个高峰的会谈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会谈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 他们扫商的成果 并没有具体表露出来 但是呢 是往好的方向走 也就是两国更多的协商 更多的协调 那么这个方向是进一步确定 所以我们可以乐观期待 习近平应该会出席 而且会跟拜登总统进行会谈 这个军刀你怎么看待 你怎么看待拜行的旧金山风味 还有就是说 在这个讯息传出来之前呢 这个习近平现在又传出来 10月底 11月出现越南 跟越南 中越的关系会怎么跟美越来比较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其实 我们先说后果 中南亚整个国家 这都还是要在政治上呢 就是安全上靠美国 然后经济上呢 还是想跟中国做生意 那这个其实就在 拜习之间要准备会谈的时候呢 美国要往前迈一步 就是向越南出售一批 就是先进的军用飞机 这批飞机应该是能够和中国 现有的飞机啊 能够在 服了中国最先进 还在实际上还在进行 试飞的飞机之外 应该是可以匹敌的 就是 而且是半价出售 那这样的话 就是当然对于中国来说 就他觉得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那我觉得习近平这次去呢 也是想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啊 就是因为他跟拜登 这两个要见面 双方手里都有牌 他希望呢 拜登手里牌少一点 回头说呢 我是想呢 就是说习近平和拜登呢 是一定要见面的 但是呢 这个他们最早的 其实他们一开始上来之后呢 拜登有他的一个时间表 习近平本来是想在川普下来之后呢 就想跟拜登开始全面的 能够比如恢复一些关系 但是拜登上来之后呢 采取了一个更全面的 应对中国 他的两手吧 这两手中间呢 他首先是一手硬 这手硬的三个方面呢 他打击中共 一个就是在国内呢 继续肃清中共在各个方面 这种影响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在中国的周边 打造一个地缘政治的 一个包围圈 那美日澳会谈 美英澳准军事同盟 还有就把这个美日韩 又再搞了个代文营会谈 后来呢又在这个 跟东南亚 他实际上去年和前年 还把东南亚的领导 请到这个美国去进行谈 实际上都是呢 就在中国周边打造这个第二 第三个呢 就是在高科技上 对中国进行封杀 实际上就在他要不断的放肤风 连续派药员到北京访问时候 他的这个对中国的高科技的公司的 制裁名单在扩大 而且还有我就说在这个地缘证上 他就像台湾 像越南出售武器啊等等 还有直接呢 对台湾的这个军备呢 也在升级 技术上在升级 所以我是觉得拜登才与两手 另一方面呢 拜登又反复说呢 跟中国的 这个中国是一个比前苏联 更复杂的一个竞争对手 他说不愿意撑敌人 就是因为他只能是竞争对手 就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 离不开中国 那除了当然在国内的一些 这个如果能够跟中国 达成一些协议的话 那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 压力能大大下降 假如中美贸易啊 能够恢复的话 中国的一些产品 能进入美国的话 那美国的这个 通货膨胀压力会下来 那么这是他非常想达到的目的 在他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 很多的议题 这是拜登啊 他觉得这 他作为一个领袖 将来留在这个标识 标柄轻史的这些议题 像环境保护 就绿色和平的这些话题呢 他需要中国合作 因为很简单 如果中国不合作 中国作为一个捣乱者 全世界都跟他合作 这个全球的这些议题也解决不了 那么就是实际上 拜登我觉得在前两年完成了 就是他的这个一手应之后 他后两年一直寻求机会 像克里几次到北京 那都是想寻求机会 开始把后面这个合作这块展开 那其实去年 他们在这个印尼会面的时候 本来已经达成协议 各方面工作会谈都开始了 结果出了个气球事件 这个气球事件 我倒觉得习近平一开始也没当回事 拜登可能也没有太当回事 但是布林肯因为这个呢 因为美国的国会呢 现在动院呢 当时麦卡西呢 他想这个在国情资文时候 要问责拜登 这个时候呢 这事就严重了 布林肯呢 他有推迟访华 其实推迟访华 布林肯也放了话 他中国美国媒体放话 他说我推迟访华 不是说我们因为气球事件 不想和中国告关 也是说 如果我去访华之后 人们反复会问我的问题 就是围绕气球在吵架 他说那就没必要了 他说这样我们的议程 本来就很紧张 那么现在呢 这个事过去之后呢 现在我觉得现在 习近平基本上已经习惯了 前两年时候呢 习近平是对美国 突然在各方面 这种打压中国呀 他不习惯 现在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基本上习惯了 接受这个现实 那么能够合作的空间 像这个商务部长来的时候 也算了笔账 他说即使中美美国在高科技 严厉制裁中国 但是原有的贸易的百分之九十 九十多 九十以上是不受影响的 那这个对中美两国经济都很重要 我觉得现在不光是拜登需要这个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如果美国经济 如果硬招着的话会这个灾难 那么如果中国假如中美观想能恢复 对全球的经济肯定是个利好 那么在 那而且呢 其实拜登上来的时候 一开始就讲过 对川普的全面的贸易战呢 是不合适的 应当有选择性的 比如对高科技产品 因为就采取禁运 就是采取禁运 那么对于那些关于美国的产业链 美国还能搞的产业 对劳工呢 至少象征性的还是要做出姿态 要保护劳工力 这民主党是传统是这样一个政策 但是呢 大量的这些美国已经不准备来生产的 而在其他国也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呢 那么还是要这个 要这个交给中国来 所以这一块呢 其实一直就是准备要通过高层会谈 来解决 就是来能够做这个 如果假如在11月份 我是想 你看我们可以看啊 就王毅和这个布林亨这两个人 不是布林亨 跟沙利文这两个 在这个马尔哈会了12个小时 哎呀 这个赵平兄 就让你去谈12个小时 两天一天谈六个小时对吧 跟你一个不喜欢的人谈六个小时 也是很累的事情 很累的 他俩人 很累的 而且呢 谈两天就说明 头一天谈完就要请示各自老板 然后其实我觉得谈的就是中美关系怎么落地 就怎么能够 双方都能体面 美国当然要的是理责了 中国还要要一个面子问题 前一段时间建拔弩张 弄个战狼对吧 这个怎么能够画起 怎么能够转过来 所以双方在谈论这些细节 那我觉得王毅还要去 何立峰去美国呢 那肯定谈经济 所以我觉得双方 就是这个美国的 美国政府的 美国政府的 美国政府比较全面 就他的日程表比较全面 特别在全球意志上 希望中国合作 其实你仔细看啊 这也符合习近平的发展理念 比如关于他那么生 生态啊等等 那些也都符合习近平的 关于这个国际社会的发展理念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后来就是因为习近平对美国 就围堵中国和高科技 打压中国 他不愤 所以他有些抵制 就是有点想 这个做讨价还价筹码 拿这个美国急于合作 但实际上他在这方面 比如关于这个环境治理 我刚才讲 他的环境治理 对中国民企搞成了一场灾难 那像这些呢 他其实可以和拜登谈 所以我认为今年11月的时候呢 他会去 而且去谈 谈完之后呢 双方呢 这个拜登也要取得一些实际的 对他的经济压力能够减轻 中国呢 现在我们也知道 中国经济现在也是要需要美国 而这个 只要这两国谈成之后 整个全球的经济就会变好 全球经济变好 中国的出口嘛 就会让人中国的出口竞争性 还是很强的 在整个全世界范围内 所以这个 那么下一步就是呢 这个干嘛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是 一些两国有争议的议题 怎么能够缓下来 那当然关于台湾问题呢 只要习近平不往前走 美国一直在台湾 是采取维稳姿态 对台湾的这个 很难的是那么坏事啊 你说拜登西是去台湾维稳吗 不是我说拜登是要维稳啊 但是呢 习近平是想 他整一个政党的人吗 你觉得他是把台湾问题搞得稳定呢 还是造成进了台湾的威胁啊 你是说Nancy Pelosi访台是吧 那个时候 哎呀那也是因为习近平要highlight 就是你知道啊 政治家是这样的 本来呢 这个这事没事 结果因为你把这个问题谈得很重 别人就借这个问题来出名 对吧 就是你要是不谈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事情了 就 那你说 人家说Speaker访台呢 也不是第一次 原来怎么就没有这么大效应呢 不就是因为那时候 邓小平他不把这个事当回事吗 对吧 那时候邓小平他还活着吧 应该说是 那 你说他几里提啊 对啊 几里提去的时候是非常聪明的 他先去中国大陆 我现在你别 你这个评论都是 你要是你评论都是边边角角东西 我说的是呢 从大的角度来说 因为中国调子提太高 而且很多 其实我觉得中国老百姓的调子提太高 我是知道呢 这个因为呢 和平一直高度评价中国政府那个反应 那个反应在我看来呢 与其说 我什么时候高度评价 我什么时候高度评价 就是当时说 跟一句改变了台湾海家中线这个现实 那这个 这个是很大的 你怎么在高度评价 你是个你所的政治学者 你不就讲话不严肃 好好好 都是讲大爱空 何平先生能不能好好 你能不能把这样的吧 我先说呢 我先曲解着何平先生的观点啊 我先说是曲解好吧 然后再说着你的观点啊 对 好 掌握时间 掌握时间 对 我是讲说 其实呢 就是在这点上 其实双方在安全问题上呢 可能要降降温 那么美国继续呢 继续它的布局 中国呢 在这方面呢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啊 有一种叫做战略智慧 就是在跟别人打得不偿失时候呢 先让一步 从唐太宗 对吧 到汉朝 中国汉唐两朝开始的时候 都是对自己的北方的强林 做了一个让步 等到自己起来之后再打 那习近平呢 他又既然说什么东升西降啊 什么这个时宇是在他这边啊 他有些问题不妨拖一拖 只不过前一段人调子太高 有个怎么下台的问题 所以我想的话 两国应该可以谈 而且何立峰去呢 就是谈的是经济问题 双方都要经济好处 然后全球议题上 各自都给一个大国领袖一些面子 然后但是至于说呢 其实打着交手的地方呢 继续双方在底下交手 好 我认为中美关系 见不能扑高 也不能吃风险 中美关系 就是一个互相依赖的一种关系 你要讲绝对的依赖程度来讲 我认为中国更依赖于美国 因为中国还是在发展中间 中国存在的这种制度性的问题 那跟美国没法比 你看到美国啊 整天这个政治问题 那个政治问题 但是它大体上的框架 已经早就建立起来了 独立的司法体系 你比如说早几天 对吧 美国的前总统上法庭 美国的这个新任总统的公子 太子上法庭 对吧 美国的最牛的 这个加密货币的老板 掌握上清一资金的上法庭 你说这个国家 同时上以这几台大戏 对吧 还加上这个罢免这个美卡锡 每一件事情都是市集大锡 但是你说对美国的老百姓 对美国的政治 对美国的经济 有多大的影响吗 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所以美国是大的框架 文明的框架 稳定了这个国家 你看起来危机很重 但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规则 有一定的秩序 而中国在这方面呢 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中国在中美关系中间 多一点谦卖 多一点合作 是有好处的 是有好处的 但是呢 中美关系啊 现在是口水战 多于实际的这个分增 那么我刚才讲了 既然有这么大的依赖性 那就不太可能 甚至几乎不可能 甚至是没有可能出现 所谓的冷战 更谈不上热战 那你进入冷战热战 也搞不了 那刚才正在挪了一大堆制裁 那我就不好意思批评了 因为在 只在一开始新病的时候 我说这个 逼远的结果 就是一个烂尾工程 那后来的小运高强 我就说 这就是一个漏洞工程 漏洞本质 因为这是个 前就生炭系统的 成型修整的问题 两个人在街上开餐厅 不想进展 你把你的菜做好就可以了 不再说 你不能给它去 提供这个水啊 你不能给它提供这个燃料啊 你不能给它提供蔬菜和豆腐啊 你说这种竞争哪里叫竞争啊 对不对 你美国能够再 把这个围场给读高一点 保住自己的一个 传家之宝 但是这个传家之宝的创新 是美国单一创新的 不是啊 是全世界的人才 到美国来参与 才创造了这种创新环境了 但是今天在美国 最有这种创新环境的国家 你就看一看 早几年还大家在提 中国没有创新能力 你看看全世界的学习论文 你看看现在的创新项目 你看看新能源 对吧 你说那个澳大利亚 这个欧洲那个叫 冯主要是叫什么 完全是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嘛 对吧 还在中国的电动汽车 进行了反补贴这个调查 方妙至极嘛 人家生产去这个新能源产品 你不是澳洲搞新能源吗 你自己有没有产品呢 你没有啊 对不对 从产业的贬义的 补贴的角度来以后 你告诉我 哪一个新型的产业出来 政府不补贴啊 哪一个新型的产业出来 不是靠墙有力的 这个政府的支持啊 就是正开啊 现在就是胡闹 胡闹呢 但是你闹不过老百姓的腰包 你闹不过呢 这个中美之间的 这种强大的互补性 还不是说 光是华尔街的问题 光是这个 这个 这个硅谷的问题 那美国那些大学的教授 都出来讲啊 你要中国的学者不来 你那个实验室 还搞什么搞啊 对不对 那么艰辛的工作 啊 中国人才会 在那个实验室里面 真的是清清空空 对吧 为什么早一段时间 会出现教堂山 那一个学生 杀掉他的这个老板啊 啊 那就是因为 你没办法想象 今天我们知道 看到陆伯尔讲啊 这个名单 那个名单的人要出来 不知道啊 这样一个底层 民工的这些科学家 他们是多么艰辛的 而中国人在这个里面 占有多大的这个比例 对吧 各个大学的资源 美国的旅游的发展 那中国就更不易说了 对吧 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有这么强 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啊 是大之以稳 不可动摇 谁都动摇不了的 但是呢 口水不断 你看起来很危险 实际上 什么都做不了 中美关系 既没有人杖 也没有冷战 也没有根本性的 自我毁灭的 这种所谓的限制措施 你除非是 你真的是独门劫技 对吧 发一个东西到太空 中国人根本没有掌握的 一般性的进入到了一个 工业产业体系的 这么一个技术 讲老实话 是围堵不了的 而且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效果 全世界别搞两套体系出来 对吧 中国在新技术的产业方面 占有主导地位 这种状况 已经改变不了了 已经改变不了了 美国需要的是 加强金资金 集中在高科技领域里面 就发展这个真正的创新 真正的这个产业 美国在这方面的一种地位 人才的吸引优势 是中国在短期之内 根本取得不了的 那么美国有了创新的东西 难道中国人不佩服吗 中国人佩服的 世界上最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 当然就是美国嘛 而且从产业的出口来讲 美国的这么大的市场 对吧 深渊东盟已经超过了 但是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市场 还是还是非常非常之大 对吧 超过中国和俄罗斯 超过和中国和南美 超过中国和非洲 所以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你哪里找这么一个好的客户啊 所以我觉得 双方的这种依赖性呢 是改变不了的 双方的这种战争的能力 也是注定的不能打一仗 这个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 冷战过去了 热战过去了 现在布林肯国务卿讲的对啊 中美关系就是最重要的 同时是最复杂的关系 这个是讲的很准确的 因为呢层次很多 两国之间的能力 两国之间的法治 两国之间的很多的价值 是很大的不同 但是要建立一个 把谁掐死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好中美关系 拜席会 我们11月中云上登场之前 我们还会做讨论的 不过我必须掌握时间 今天时间有点这个 扩大了 第三个议题 谈谈这个魏凤和 我们之前谈了不少 李尚福 前国防部长 这个李尚福 这个失踪了一段时间 也可能被查腐败 我们也讲了很多原因 这个军刀 你怎么看待 这个魏凤和 李尚福的前面的前长官 他的前一任 负责导弹 负责二炮部队 负责火箭军的 这个魏凤和 在这一次的国庆 十一国进行的招待会 跟你上委员都没有出席 你怎么看魏凤和 我现在觉得呢 有三个方向去解读 现在的中国军队的清洗 第一个方向呢 就是很多人在谈 是为了打台湾 或者不是为了打台湾吧 就是为了打仗 为了打仗 需要呢 像军中确战的 这种组合派 要对他们进行清洗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相对来说 不是很靠谱的一个说法 因为这个 要说对军地清洗 如果其实每个军种中 都有主战派和主合派 他只要把主战派去掉 把把主合派去掉 主战派提起来 因为这个打仗 是很专业的 在现代战争 他不能把这个 整个班子都给端掉 那就可能没法打仗 让红军撤火箭军 那有点胡闹的就是 那么第二个呢 思路就是说呢 是习近平在反腐 这个呢 好像有点道理 因为这个 现在李尚福失踪呢 因为他原来装备部出来的 那当然越有钱的单位呢 就可能腐败 可能就越大 火箭军呢 李尚福那当然往下看去看 他是不是要清洗军工企业 因为军工企业是最腐败的 他们还违背了 国家企业政策 在灰色地带 像这个 甚至给中国造成 一些外交困境 出口一些军火 这些看看 能不能要进行查处 这个就从出口 失控出口 出这个出售军火 给中国外交带来麻烦 和带甚至给中国 自己带来地缘政策 引荒上来说 我觉得这个军工企业 将来都是要进行整顿 要进行清洗的 但是呢 这个反腐 如果沿这个思路走的话 那当然就是 这个下一步的话 可能中国还有许多的 军队军种 冰股种 可能都要连锅端 那么第三个方向 我觉得就是解读 就是习近平 还是觉得不安全 就是说 他现在军队中的一些将领 虽然是他任命的 但是呢 在过去的常委 因为常委实际上 讨论人是比较多一点 在过去讨论常委时候呢 因为以前的十九 十八大十九大 两届常委班子 不全是他的人 中间要做一些妥协 常委一般有一票否决制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些人呢 是他能接受 但是呢 不是他的人 那他可能现在为了 更安全起见 为了他自己需要 在进行部队进行清洗 但是 所以我觉得像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清洗的方式 当然已经离职的干部 本来也可以不清洗 但是 就是中国有个这样 就比如要打击离职干部的时候呢 他可以先清洗一个在职干部 然后这个在职干部 再抓住离职干部 再通过抓离职干部 再抓出这个离职干部 曾经带过的在职干部 这是现在一个 比较清晰的一个清洗路线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 这个清洗 这个像这个李尚福啊 还有像这个 这个魏凤和呀 那其实下一步 可能还要清洗 他们曾经提拔的 和带上来的官员 甚至不清洗他们 如果他们态度好的话 所以那现在就是 当然再往下走 那我们还觉得说 看看张又霞呀 会不会也成为一个对象 因为这个呢 毕竟他是跟习近平 是原来平的 你看像包括后来 栗战书这样的人 原来是跟习走得近 对吧 到后来就从中美贸易战开始 他俩在一些问题上 具体问题上就有分歧了 反腐这个问题 实际上也有一些分歧 那这个我觉得呢 就是往下走的话 我们还要再看 但是不过呢 说军队这种清洗 并不影响他的战力 有些解放军不准备打仗 所以不存在一个影响的 战斗力 只要是装备继续更新 等他的人都到位了之后 然后再熟悉了武器 熟悉了军队之后 那时候他可能才能 真的去做一些 军事上的大的动作 现在最多就是弄弄外岛啊 搞一些这个 这种这个面子工程啊 形象工程啊 做做这个事情 一文这个 这次大家的焦点 就是因为 李尚文跟魏凤文的前任了 慈浩田啊 梁光丽啊 常望全都参加了 这次赵代位 但是就是因为 这样子他们两个没有参加 所以引起大家关注 所以你怎么样看待 魏凤文跟李尚文的事情 我不太同意军涛 刚才的这个 关于这个所谓的 他们这个被 被缺失之后的这样一个 说这个遭到侵蚀的 这样一个说法啊 我认为还是 原因是腐败因素 不是说他们要 要被 是说 微笑到习近平的权力 习近平要把他侵蚀出去 这个不存在这样一个 不存在这个问题 为什么讲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在军队里面啊 这个实际的 所谓的党组织的 绝对负责值 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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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进系统 什么 行进系统的这个 这个总数据 核心解析 还 还要 要 就是所谓的 个人同败方面 到个人奖权方面 还要严重 还严重得多 就是一切都是军民 就算了算 因此来讲 就是你说这个 你说一个国防部长 而且说是一个 国防部长 他军队里面 他不是一个 核心的力量 这个核心的力量 是一属军委副主席 两个军委副主席 才是 因此来讲 我觉得呢 无论是李尚夫 还是这个魏宏 都告不见 对习近平的权力的威胁 所以他还是一个 腐败的因素 所引发的 那么李尚夫是腐败 那么之前的这个 我们讲 他因为两个人 都有双市的工作机灵 这个魏凤和在 在这个 在军任国防部长之前 他也是在战略剧院部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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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过失令的 所以讲这个 这都是 都是来讲 都是双市的部队里面 的回缺的部队 这个这个单位 因此来讲 这种腐败的 这种高度腐败的文化之下 啊 几乎是没有可能 干净的 这样一个因素 所以讲这个 我们讲这个 那既然你牵连 牵连出来的话 那你去用 习近平的话 倒查20年 那当然就是 你刚退的时候 肯定是要查了 只不过说这个 查的时候 亲 看你的轻重程度 就说你的腐败 不是很严重 有可能就抱你 嘛 但是如果你腐败 严重的话 那习近平想 想抱你嘛 也不可能 为什么呢 他要一个 要一个平衡嘛 就说我抱你 抱了你 那其他人 是不是有意见了 所以他有一个平衡的 这样一个考量 呃 各样的演习啊 都是在照样阵行啊 都是在照样阵行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到 就是说 基本上是 是不会对 就是演 就是这样的 建立有什么影响 因为其实这种大的 这个这个 这个演示的安排 可能还丧生不到 这种所谓要国防部长 能来安排的 这样一个一个程度 到下面的军区 啊 就会 发展是某个部 这个这个 这个聚集到某个部队 啊 比如火箭军也好 他这个这个军总也好 啊 就就就就 就为上一的安排 因为接着这个 这个接着所谓这个 这个 这个简文军的这个趋势 主要是由火箭军 而引发出来的 啊 主要还是在火箭军 这样一个系统 这样一个系统里面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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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讲 火箭军的话 平时的话 它主要是 我们讲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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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商务来讲 比其他的这种 部军呢 也好 海军啊 或者其他的也好 它的这个技术含量 是 是要 是要 是非常高的 要求非常高的 所以 所以 所以讲这个 对这种所谓的 这个高级长官的 这种依赖 但是我觉得 对商务来讲 可能是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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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上其他军军 那么 那么 那么严重 因为 一旦 你的这个时候 这个 简文军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发简的方向 发简的方向 做出了 这个 做出了这样一个 所谓的这个 确定性之后 那剩下来的主要 就是 就是我们讲 怎么去灌接 怎么去继承的 问题了 但是 这个 这个 制度就是说 由于火箭军的腐败 而牵连的时候 国防部长 前后两任 国防部长都受到影响 是否还会进一步的牵连下去 会涉及到其他的军种 这个倒是 倒是 这个 会 我们讲 不是很 这个 有这种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性 当然这里面还是看习近平愿不愿意 把这个所谓的军中的反腐败 这个 我们讲就是说扩大到其他的部门 但是从一些 从一些 各个区道过来的消息来看 这种军中的反腐的规模 确实是比较的 比较的我们讲就是 这个 被带到调查的这个军关系 是很多的 很多的 所以讲这个 对军中啊 这个影响啊 就是军关的那种影响 我觉得还是会 嗯 所以国安教授 看起来从郁文的讲法来讲的话 这个 李尚伯跟魏永伯被查 跟这个吕一超啊 我今天是吕一超跟徐中坡 可能有很大的观点 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我大体同意啊 那么最近几个月啊 这个解放军这个高级的这个将领啊 啊 纷纷被整数啊 应该就是贪腐问题啊 因为现在对外公布的这个讯息非常有限 那唯一可信的就是说 呃 官方正式的对外公布是7月26号啊 中共这个全军武器装备采购讯息网里 哦啊 由这个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他发布了一个 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公告 要征集从2017年10月以来违规啊 采购的线索啊 针对2017年10月之后的调查啊 正好正好当时是啊 李尚福就是现在刚刚啊 这个出世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他掌握发展啊 装备发展部的一个时间了 所以这次这个清洗啊 调查的一个贪腐啊 问题应该是两个大问题 一个是我们刚刚讲2017年 那个装备部的啊 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火箭军的问题 因为魏凤和呢 他是火箭军的第一任的一个司令 然后呢 最近李玉超啊 跟徐忠波取代王霍兵跟徐希胜 作为司令员跟啊 啊 这个啊 这个政委啊 那么应该就是这个啊 跟魏凤和啊 这个事情应该是不无关系啊 那么另外就是他的前啊 富士令吴国华啊 啊 这个啊 莫名其妙啊 不知详情的这个死亡啊 应该也不无关系 所以应该这次整顿的啊 一个案件啊 应该是一个是装备发展部 一个是这个火箭军啊 那么中共他这个对于啊 现在对于贪腐的整数啊 他是没有上限啊 而且呢 是啊 不会因为顾虑党的面子而啊 放嘛 放水啊 因为这个啊 这个过去已经整整数过好几个啊 这个啊 这个军委副副啊 这个副主席的这个层次啊 那么现在陆陆续系整数了七八个啊 啊 这个 现在还负责重要啊 职位的官员啊 啊 这军事首长 那么可见呢 他是整顿的决心是非常的大啊 而且是不习啊 不习 让这个外界啊 嘲讽 讥笑啊 啊 这个啊 解放军啊 高层将领也那么贪腐 那么他不顾这个面子而策取整顿 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啊 相信他的整顿决心是非常的 这个强烈的啊 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中共的这个军事将领啊 那么贪腐现象非常严重啊 非常严重啊 无论是人事上采购上面都有很严重的贪腐现象 因此这些整顿应该是必要的 嗯 何必你对人事比较了解啊 这个10月29号到31号在北京举行一个香山论坛啊 这个以往都是国防部长在主持 那你上部你现在不见了 你总是要有个人来主持吧 当然也有可能叫副部长主持 不过不太好啊 你觉得现在来讲的话 习近平会挑谁来接李善吾的位置 是刘正丽呢 参谋长的中央军委委员呢 还是由张又霞何卫东之 这双中央军委副主席来见 可惜啊 国防部他没有副部长 所以呢他只能找一个部长来啊 所以呢如果从正常的角度来讲 应该在这个几个星期之内啊 就应该宣布新的国防部长 只会呢李善吾真的是生病了 或者是他就是呢 太过调查 最后面正常没事情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各种说法 都是不具有可信度的这种说法 所以不值得呢有什么评论的价值 真正的问题是有几个 第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到现在为止 还是个党卫军 还是一个呢 党控制的一个武装力量 所以人民啊 或者是其他任何体系啊 都没有基本上的监督的 这种可能性 你了解都没办法了解 中国的这个军队的体系 它是一个封闭性的一个体系 你有电话他打不进去 所以怎么会了解这个情况呢 现在谁有胆量会把军方真正的情况 公布出来了 所以海外啊 或者是其他的媒体报道 我都是将心将疑 只能等待着中国官方的啊 这种正式的这个通知 你或者是正式的这种通报 我们才会看到啊 他可能会是这么回事 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啊 腐败是积极的严重 中央中委的啊 这个常务副主席 主席总参谋长 总政治部主任 对吧 现在又当过总装备部长 原来是总浩金部长 又是海军空军 没有一个系统不腐败 根本的原因就是 过去这三十年军会增长的石材踏跨 军事装备给新的石材踏跨 我们几年以前 中国解放军啊 基本上在兵力来讲 在空军和海军 能不能跟台湾打个平手啊 都很难说 甚至跟日本的自卫队啊 能不能打赢 真的是很难说 如果在那个时候发生战争 那基本上中国又是重演一次 新的甲午战争 但是今天解放军 你要成为世界上第二强大的 这个军事力量 远远的把俄罗斯水在后面 不是把第二位水在 第三位水在后面 第四位 第五位 第六位 第七位 第八位 第九位 第十一位 都已经根本不在话下 中国现在的军力 唯一的可以看起来对象的 就是美国 而中国的这个军事装备方面的 更新的速度啊 你讲出来的数字 大家都可能都很难相信 如果不是美方公布的数字 西方公布的数字 中国的军舰的造成能力 舰军的造成能力 已经是美国的两百多倍 两百二十多倍吧 两百就已经吓死人了 两百多倍 你说还有敢的可能性吗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的 一个生产系统 这个生产系统 就是你给他订单 他就给你生产这东西出来 你这个要命了 对吧 原材料的掌务 商业的掌务 都掌务到相当一种程度 所以但是呢 解放军在进行这个军事更新的时候 没有监督体系 没有监督体系 军队那种监督也是形式主义 因为军队的这种特殊性 造成了今天中国的军队的腐败 是不是全世界最腐败的 我们不能说 但是呢 是中国的所有的权力体系里面 最腐败的一种状况 但是这种腐败 这种查下去 对这个军事能力 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在远范暗查的时候 那对福建下面的经济影响非常之大 而现在就已经不同了 因为现在的军事体系 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那就是呢 什么军队司令员政委 他们都找不到自己的 这个出门或者是进门 为什么 频繁调动 频繁调动使你呢 根本对这个军队的指挥的体系 没有你个人性的态度的涉质 更多的就是诚实化 诚实化的意思是说 中国军队的体系内部 和中国的行政体系内部 和党务系统内部 他的那个决策是相当有规范化的 和他的外在的表现 有很大的差别 外在的表现 我们看到是一个粗暴的 一个决策体系 不透明的一个决策体系 但他的内部 他的决策是相当专业性 所以假如他要发生战争 对他的战争没有影响 假如他要军队日上的运行 他也没有影响 这个就是我大概的评估 具体的情况 我真的不知道 只是惠文和李尚福 或者是什么谁 都不重要 在这个体系里面 每个人都是一个螺族钉 把这个螺族钉拉掉 换一个牛螺族钉就可以了 不像毛泽东时代 也不像郑哲明时代 这个个人已经在 数字化的时代里面 不是一个关系性的因素 来 金道一分钟 对 其实我是觉得 有人说那两点 说不是安全 那个东西都不成立 第一个呢 就是关于军委主席 这个事实际上 这个话工作军委主席 军报可以公开支持邓小平 对吧 就是关系现在 加入地方的讨论 第二就是 到这个邓小平辞职之后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军队集团军司令员 分三批到广州 对邓小平个人宣誓 对吧 他叫说 他当时报纸 为改革开放保驾国王 实际上就给邓小平宣誓 而且军委主席 当然你看江泽民写回忆 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打电话就问 军委办公室 班军都不告他 所以我就说 这个其实都不是个什么事情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关于安全问题呢 我想说的 不是说现在有谁 真的能推翻习近平 我在以前讲什么 习上李下手 我就说过 这个现在不存在 程序性操作的可能 但是对于独裁者来说 如果他有不安全感的话 他总是要制造一些 底下的人的恐惧心理 我在这个 昨天和前天 对其他媒体采访 我说过 实际上你真正看 历史上那些 最稳定的独裁者 不是靠忠诚来维持 是靠着底下人的恐惧 他就是不断的造成一个 今天你被抓了 明天你被抓了 或者你就失踪了 然后造成了一个 那种恐惧 这种恐惧比那种忠诚啊 忠诚有时能被收买的 但是这种恐惧心呢 在他们互相隔离的时候 复在这种原子状态的时候 对这个 对高兰 实际上这种恐惧 实际上是独裁者 最大的稳定性 我觉得现在呢 习近平在很大量的 就是在玩这些东西 而且有些干部 在他们付出之后 经过查之后 就是没有事 这些人有的自杀了 但是后来就 做结论的时候 他们就是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的比如像 这个高公益先生提到 杨焕宁 对吧 前常务副部长 都现在以科级 还是副科级单位退休 就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 这些我都觉得说 就是我是讲说 安全是新民考试者 并不说谁现在能推翻他 而是他有意识制造出 官场上人人自危的 这样一种心理状态 来维持的统治 但是如果他要 真要做事 全力下放的时候 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就说有的人 那些前段也有人说 通过打台湾来转移什么视线 我说你要知道 独裁者能对打 能通过打一仗来转移视线 因为他能绝对控制国家局面 但是你要知道 有时候打外战 是把自己的权力就丢掉了 对吧 邓小平不就打越战的时候 就然后就开始让 杨德志和许志友 就把苏政华和 这个那个谁 陈希莲 就是这个毛泽东脱骨的两个将领 不就给他边缘化了吗 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啊 就是这 你要看中国 中共军队的历史 刚才何明讲到呢 中共军队是党军 党军都算不上 中共军队就是个四家军 一开始就是 就是在某种 特别跟军阀那个四家军不一样 但事实上呢 他这个军中很多的东西 听个人的超过听党委 好 谈完这个李尚伯跟被问候之后了 这个大陆的政局 我想我们会继续的关注 我接下来下面一个议题 谈谈这个台湾的政局 这个10月10号马上到了 大陆的11国庆刚结束之后呢 这个中华民国 112年的双十国庆啊 马上要登场 前总统马英九已经拒绝这个参加了 他的理由是 蔡英文政府呢 他并没有把中华民国国庆的当作一回事 而改成所谓的台湾国庆日 台湾National Day 然后还有另外我们也谈一谈这个 郭台铭到底现在在 这一次总统大选里面 现在选情如何 看起来目前连联署都有一点问题 这个国庆教会 你怎么样来看待 马英九这个动作 还有郭台铭在联署告一段落之后 是不是会做出一个决定 马英九他前几天发表一个声明 就是说这个蔡英文政府 把这个国庆日 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用英文写成叫做 台湾National Day 就是台湾国庆日 那么这是第三次 那么第一次 马英九还是参加 第二次马英九表示不同意见 说这个最好改回来 不能够再用台湾国庆日 那么这次蔡英文政府 还是坚持用台湾国庆日 所以马英九 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忍受之后 那么这次正式声明 要退出 不参加这国庆日大会 那么现在的国民党 从这侯友宜 这个候选人 这个到这个朱立伦 他们已经决定 就是要自己办 国民党自己办国庆日 那么叫中华民国国庆日 跟台湾国庆日 是相对的 是相对视的 那么今天 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 国庆日的名称问题 那么实际上 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在两岸关系的 基本的政策上面 截然不同 在国庆日表现出来 那民进党现在 从蔡英文到这个 赖清德 他们非常清楚的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 是互不相属的两个 这个国家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不宣布台湾独立 而是宣布台湾已经独立了 名称呢 可以叫中华民国 但是他们实际上在做的 在想的就是台湾这个独立 这台湾独立呢 是用中华民国来包装 而且是把两个 这个所谓海峡 两边的国家 这个其实是政权 两个政权 他说的是两个国家 而且这两个国家 是相互独立 就像英国跟美国的关系 那么所以他虽然表面上 看起来是退了一步 不讲台湾独立 那么实际上 他是包装技术的改变 就是改变成这个中华民国 而实质上还是台湾独立 因为他是两国论 所以两国论呢 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 这是两边两国 两边两国呢 虽然在台湾这边呢 正式的名称叫中华民国 但实际上他们认定的名称 就是台湾 那么所以这马英九 他们看起来 你就是违背宪法 你就是搞台湾独立 你就是搞两国论 你就是搞跟中共的挑衅 而且对台湾的安全是不利的 所以他们就是不认同 所谓台湾共和国的一个政策 那么这样的一个立场表示 出来之后 那么台湾民意的反应是什么呢 台湾民意坦白讲 现在百分之可能是六七十的人 都倾向于台湾独立 虽然台湾独立之后的名称是什么 大家看吧 不一样 但今天仍然捍卫中华民国 而且认定是基于中华民国宪法 还有他的这个条文 征修条文 就是大陆跟台湾 都属于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那么这一点认同的人 坦白讲是比较少了 虽然这个是完全符合宪法规定 也就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等同 而是中华民国一小部分 而中华民国大部分的主权 是涵盖目前的中国大陆 那么现在是两个治权 中共这个是一个治权 台湾这个民主政府是一个治权 是两个治权 但是主权还是一个 是同属中国 那么这一点就是在宪法的法理解释上面 是正确的 而且是比较不挑衅中共的一中原则 所以对两岸的稳定的关系 或者和平的关系是比较有帮助的 而民进党现在呢 从蔡英文到赖金的将 中华民国已经独立 那么这个是对中共一中原则的一个挑衅 这个挑衅呢 就是他认定你就是法理台独 只是用不同的包装而已 那么这个对两岸关系呢 他们认为是一个破坏主权跟领土完整的一个做法 所以他比较认为这个是应该是去讨伐 去这个画质 去破除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现在台湾 国民党和民进党主要争执之所在 那么也是两岸关系 这个矛盾的一个焦点 那么现在这个选举呢 就是赖金德 他是把这个当作一个重点来宣传 那么国民党是当作一个重点来攻击 所以这是选举的一个焦点之一 那么这是选举的另外第二个焦点呢 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会不会合 那么第三个焦点就是说 郭台铭会不会坚持参选 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呢 现在国民党是非常的主动喊话 但是呢 今天掌握主导权的或者话语权的是民众党 所以这个柯文哲呢 他一下讲 绝对会合的 绝对会合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讲 半个民调输了就退选 那么现在讲说半个民调输的 可以推荐副总统候选人 所以他这个说法一直不 不一致的改来改去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姿态 那么至于说郭台铭他今天宣布了 他联署14天之后已经达到30万 因为台湾总统没有政党这个推荐的话 应该是用全民联署民众联署 要29万个民众把你身份证盖印章 来确认你这个参与联署 那郭台铭现在宣布他已经突破了29万份 那么郭台铭的目的呢 最早他希望逼国民党的侯友谊退选 他来代表国民党 然后达不到目标之后 他第二个希望民众党 柯文哲当他副手 才来当这个总统候选人 代表民众党参选 这被柯文哲拒绝 那么现在他走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希望能够很高很高的联署人数 来再回过头来逼迫国民党 逼迫这个民众党 但是呢 现在台湾各种民调都显示 郭台铭是第三名了 他是在野的第三名 第一名第二名 这柯文哲跟侯友谊是伯仲之间 但是明白的就是 郭台铭是第三名 你第三名呢 有什么资格去叫第一名 或第二名的不跟你竞争 然后他们当你的副手呢 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呢 他就创造了一个局势 就是说 我虽然只有百分之十 但是你们如果不接受我 或你们不跟我妥协 那么我参选到底 你们必然落选 因为现在民进党虽然只掌握百分之四十到三十五的选票 但是呢 你百分之六十的选票 你三个再也候选人分的话 每一个人就百分之二十几 十几 那根本就不足以跟赖清德 这个竞选 所以赖清德躺着都可以当选 所以郭台铭打了算盘呢 可能还是 就是说 逼你们来重视我的存在 逼你们来接受我的条件 那么柯文哲打了算盘呢 就是说 你们要跟我 做一个公平的竞争 而且是有确切数据 可以相信的竞争 那就是民调 你们不搞民调 你们就是心虚 你们就没有资格逼退我 所以这柯文哲也是非常的 这个姿态非常高 那么现在的是国民党 国民党对侯友谊 这两年声望下降 就是这个柯文哲跟他逼宫嘛 就你搞民调 你输了你就退选 那这个对国民党没办法接招啊 因为国民党是一个大党 他又是有地方 三十分之二的县市长 都在他手上 然后立法委 他也可能是 应该是第二强的 一个席次的掌握者 所以他不可能去 让你柯文哲当总统候选 当副总统候选 所以国民党现在很尴尬 他接招不接招 都是这个形象上面 或身质上面 被柯文哲压过去 所以台湾目前的选举 就是赖清德 希望蓝白不要合 赖清德也希望 这郭台铭不要退 他们三个都坚持竞选到底 那么赖清德 都可以当选 那么十月份是一个关键 第一个看郭台铭如何出招 第二个看 蓝白是不是可以合起来 那么除非 郭台铭不选 蓝白合起来 或者国民党要重新执政 也非常困难 因为我想接着请教你 这个台湾的主权 还有中华民国的国号 一直是民进党 这个后来能够掌握政权 的一个主要诉求 那当然国习国歌 他们也曾经动过脑筋 当然不敢动这个事情 但是国号呢 慢慢的渐进式了 已经不提中华民国 不提翱西 一直在提台湾 甚至在外交单位 政府单位 在驻外单位 虽然还放着 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但是事实上 你可以看到 整个背景上面 都很少提到 所谓ROC Report of China 大部分都提台湾 就你一个大陆 长期关注台湾 你觉得民进党 当然陈锡炳任内的时候 那八年曾经也提到 甚至提到一边一国 甚至还要公投 当然遭到美方的斥责 那蔡英文是比较 做法比较迂回一点 因为他知道 修宪也不行 公投也不行 美国人也不承认 所谓的美台建交 你怎么看 我觉得 因为马云九 不参加国庆会 所以引出来的 台湾的这样一个 台独激增 当然就是刚才 秦国祥教授 有个详细的解释 从民进党来看 从蔡英文 或者赖清子来看 他一个尴尬的地方 不论你怎么宣传 说台湾数字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如果国际社会不承认你的话 你就是没法成为一个数字上独立的国家 因为如果你自己宣传说我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美国不跟你建交 日本不跟你建交 你本来讲就是说 他这方面对民进党来讲 他始终是无法突破的一个框架 另外就是说 就算是我们讲 他敢说台湾 就是说台湾 就是说把中华民国的 这个国号完全抛掉 就是说我台湾独立 算不过我台湾独立 通过这个宪法 而且通过这个古多公投的话 当然这方面的话 一方面受到美国的打烟 另一方面当然大陆 他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兵了 所以讲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他现在 现在济南是说 我是想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我无需宣布独立 那济南就是说 在外交场合 或者说在类似于国境场合 这种场合 这种所谓 是主权的场合的吧 就是说 要么是中华民国台湾 要么就是台湾国际日等等 因此来讲 这个就是说 但是这个事情在 我们讲在台湾 就是引起了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统族的争议 我相信这个 马英九 他确实是有所谓的 这个大中华的这样一个情节 他内心里确实上 也有两岸统一 但是国民党 包括好友谊 包括朱立伦 虽然说他们 他们要办中华民国的独立 但是我们讲他们两个人 内心里面 是否跟马英九想的 是否一样 我觉得是要打个问号的 那么从他们两个人 对这个强期的这个表现来看 就像这个大陆 这个医生这个说法 就是说民进党是台独 那么他们可以化为台 或者就是说 用现代的话来说滑独 滑独 就是紧不过时 就是你怎么来 就是看的问题 台湾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 主张这样一个独立的趋势 这是不可避免的 谁就这样一个时代根地 谁就这个所谓的外省三代的 这样一个我们讲 慢慢的这样一个老去 以后出生的外省四代 外省五代 那么这样强劫下去的话 他们对我们讲 对中华民族的这种认同 是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当然出于这种现实的 这样一个现实政治的考量 现实国际关系的考量 要突破这样一个 就是说这个 你说要国际社会 包括联合国 接纳为你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个事情 除非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力 国力是急剧的衰退 否则的话 他未来这种可能性 基本上是近乎于零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 现在这个 这也反映到台湾的总统大选 那么刚才成功相较 对台湾总统下 进行详细的这样一个介绍 这个10月份 现在这个 不到对号关头 谁也不敢轻言是否 就一定不会去成辩识 假如说我们讲这个 对号这个 这个 柯文杰跟郝伟姨 这个 所拦得合流 换解说 换解说是这个 这个 我们讲这个 郭台铭 对号这个 这个考量的某种 某种情况的话 跟国民党这样一个 穷深 穷深回归的 这样一个 国民党的这样一个 虽然这种可能性都比较 比较少 但是 如果有一方抛出来 这个比较厚的 这样一个利益的诱惑的话 野水并非某种 不一定可能 当然就是说 目前的这样一个 当方的话 如果不出意外 还是以赖金的 这个 这个 我们讲当选 这样一个 总统的概率是最大的 这个郡超 你这个 这个疫情 你最 最熟悉了 这个中华民党 现在 常常 英文 常常讲台湾 但是中文里面 也常讲台湾 但是会 有而加个中华民国台湾 就变成中华民国国号 变成六个字 有人是 有人是这样形容 你怎么看待 台湾的主权 跟中华民国国号 我觉得以双十 再纪念的话 其实 那就一个 问题 真的就是一个 当然他肯定有一个 台独情况 但我觉得 有两个呢 我觉得其实 这个跟台独呢 还谈不上高 第一个呢 双十节绝对不会 从什么意义上 它都不会是个 台独节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 台湾这个 在美国 现在我刚才 我在前面我讲过 美国现在台湾 基本上就维稳 就是说 美国至少 它在2027年 2030年以前吧 它新一代的武器 布施之前呢 它不会去跟台湾 它不会让 这个台湾上 能够生出一些 军事上的一些变故来 那刚才 我顺便回应一下 和平先生的讲法 就关于什么 中国造舰能力 是这个台湾 是美国的200多倍 他就不了解 中美两国的 这个军工生产体制 中国的军工生产体制 它一直在造 它就是一直在被打仗 在造舰 而美国是没有订货 它不造舰 它造舰 您造桌墙 你看二战的时候 它是大半个世纪以前 对吧 它一年能造十来艘航母舰 它打日本 最后它几十艘航母 在打日本 你说中国现在 在造航母 搞那么长 当然现在航母造 一个难度比较大 美国只有在有军工订货的时候 它能把一个修车的 一个修自行车的厂子 最后到二战完了 它变成一个 这个什么 一个坦克或者飞机制造厂 我觉得这个在这点上 其实现在没有可比性 我们不谈这个 到现在为止呢 实际上最先进的武器 还是美国在生产 那回回来呢 再说这个我们要异的话题吧 我是觉得郭台铭谈呢 可能谈的不是选举利益问题 因为郭台铭这个人呢 他现在到这个年龄 经济上商业上 他这个收已经到了 一定的这个顶峰状态 他还继续可以维持它 他现在要的政治上 他也知道 他绝对当选不了 而且呢 给谁做副手呢 做正手 正手他败 他输的是面子 做副手呢 面子更输 我觉得他在挑一个时候 做一个一鸣惊人的举动 这个举动至于说 给国民党带来利好 还是给民众党带来利好 还是给民党带来利好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一点就是 他希望能够有一个 一鸣惊人的机会 当然一个是报复一下国民党 这也可能有这个 报当年的一件之仇 也有一个呢 可能就是为了 主要还是为了自己能够出名 我觉得这是他现在的一个心态 他越来越是这样 一个比较自大的一个人 那其他的事情呢 这个选情反正大概就这样了 没什么意外的吧 就是赖清德 赖清德真当选之后呢 他如果要像这个 陈水扁那样的话 说往那个台湾那个方向 那美国会修理他的 这个如果他要是 往这个中间的路线的方向走呢 那可能台湾现在本土上 真是台独的力量 特别青年的力量 又跟陈水扁说又不一样了 现在占的比例又比过去高了 不过呢 我觉得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比较务实 你从韩国瑜的这个起落上 可以看出来 他们既要尊严 同时也要实际的利益 假如说中国大陆 我讲说假如中美两个大国 能够在今年十一月高峰会谈 就在明年的经济 能够带来一个好转 中国经济能够好转的话 中国经济就会像个大磁石一样 因为二十年前的时候 民进党的经济测试就跟我讲过 他说呢 这个中国那个经济上一个大磁石 日本都抗不住 日本当然是世界第二啊 那时候 所以日本都抗不住 这个大的磁石它的发展 那将来像台湾周边的 大概都里面像东南亚式的 他们其实内心中 对大陆极不感冒 但是没办法 这个经济上这个诱惑 而且现在这些政府的 很大程度 它的政权稳定性 是跟经济绩效有关 这个其实就看大陆的经济 何必你怎么看来 何必 我觉得在台湾本身的这个选举 从技术性的角度来讲 台湾的民主的选举的机制 已经非常的完美 一定都不亚于这个 欧洲和美国 所以我们经常在讨论 民主转型的艰难 就是很多的民主转型 都是以失败 以混乱告终 至少是可以说 从经济上 从政治的来讲 从社会和心理来讲 都出现了很大的衰落 所以这是国际社会 现在的解脱运动 或者是和平演变 或者是颜色革命车房驱动力的 一个大的国际背景 但是相比之下 台湾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 但是台湾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他怎么跟中国大陆相处 怎么跟国际社会建立一个 有增严又可以务实的 这么一个外交政策 现在可以说了 台湾在过去几年 蔡英文总统还是做得非常的谨慎 那年的分寸还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的阶段呢 就是主要是由美国的中英院的议长 这个佩洛西为标志的一个 台湾和国际关系 尤其是跟西方关系的一个改变 这种改变是让台湾得到更多的 西方民主社会的支持 理解同情 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但是同时又驱动了 推动了 让中国大陆把解决台湾问题 变成一个急迫的问题之一 我不认为什么统一大约 对习近平的什么声望啊 或者国家啊 有那种急迫的需求 但是西方对台湾的强有力的支持 和中国的这种崛起 和进入国际社会 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我认为台湾处于一个最危险 也是最微妙的一个阶段 这个洛西议长的这个改变 是一个实质性的改变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才能没有像固执 那么担忧过台湾的这个命运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句空话 台湾老百姓有他们正确的显摘 也未必因为台湾的老百姓 一方面我看台湾的国安局公布中国大陆的 对台湾民主活动的这种破坏 或者是假新闻等等等等 那这些问题 那是当然是台湾国安局掌握的情况比我们多 但是站在一般性的角度来讲 我也为台湾的媒体环境感觉到非常的担忧 台湾媒体的这种极端化 也是造成民众的这个认知慢慢慢慢也开始走向一个 一个极端化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时候就要考量 如果中共去武力攻打台湾 那么这个美国能不能保 西方能不能保 这我看起来是几乎就不可能 甚至可以讲得更简单一点 觉得不可能参战 给予某些帮助是必然的 但是这种帮助的程度不会超过乌克兰战争 虽然他们认为 它的真正的发生战争的到世界的破坏和影响 要超过乌克兰战争 这个可能评价是对的 但是要说西方能不能保护 武力上保护台湾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怀疑 甚至几乎没有可能性 这种声音 这种讨论台湾现在呢 有没有进行过仔细讨论和评估 我相信蔡英文总统 他们政府肯定是有评估的 那么这个所以他做的比较谨慎 但是民主选举的时候 这些问题是不是就要福利不计 因为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选票的问题 这种能不能拉到这个总统大位 才能做下一个的事情 所以台湾的这个大选 我觉得是过去三十年来 比当年的李登辉时候要精彩很多 虽然现在老百姓的激情 已经不像那么激烈 但实质性的危险其实已经真正在途径 台湾的总统大选呢 在明年1月13号投票 这个时间已经快逼近了 我们会再找时间再来讨论一下台湾的选情 那接下来谈谈这个俄乌战事到目前为止 感觉上就是基辅没办法赢 那这个俄罗斯也没有败 然后双方又不愿意谈 所以这个僵在那里 美国国会在最后关头 通过所谓的预算拨款法案 暂时解除过整个政府行政部门的停摆 但是只有到11月17号 不过里面剔除了一项大家关切到的 就是剔除了援助乌克兰战事的资金 那美国中文拜登已经提到 会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找资金 如果你怎么样看待这个拜登提到这句话 既然国会拨款这个的钱没有下来 援助乌克兰钱没有下来 他会另外找管道 是不是乌克兰的战局来讲 对乌克兰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征兆 当然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最近从看到美国的一家咨询机构的一个报告 他们对明年的这个欧务战局有一个预测 那么预测的大概就为期现在的这样一种状况 就是说俄罗斯想进一步的这个反攻 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建立乌克兰是不大可能的 乌克兰的这个反攻能够有什么突破 也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就是为期这样而且这个报告里面也谈到了 就是说这个麦卡锡的这个下台 美国的这个预算 这个就是说对原物资金的减少 可能对乌克兰来讲的话 会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不利于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出现 所以这个目前的这种状况 对拜登来讲 也确确实实是因为美国两党这样这样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质重 所以讲这个如何来求助 就是说资金 就是原来都自己用于这样一个这个用于乌克兰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话 应该还是要看这个新的议长 选举局之后 这个两党期间的这样一个协调 在这样一种状况 但是大概率我觉得这个 在国会层面是很难充过的 除非就是我们讲拜登 是不是又动用他这个总统的这个资金 但是我们的总统资金 这个其实也 这个每一次也没有太多的钱 因此来讲的话 他这样一种效应 就是说现在美国人 因为这样一种僵局的话 也会影响 也会影响到其他欧盟国家了 这个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些支持 尽管我们看到就是欧盟经理上表示 还是说不会动摇 还会拨款给乌克兰 但是对欧盟一些 这一些其他的国家 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已经这个苗头已经出生了 包括这个除了波兰之外 除了这个 现在还有这个什么 一个新选出来的一个国家 忘了那个名字 再加上原来的一些 这个松压力等等 所以讲这个 奥姆内部是不是会形成一股 这样一股就是说 对乌克兰 有这个所谓有意见的 这样一个趋势 会不会扩大 我们觉得也是 就是说接触美国 这个这样一个预算问题 这样一个下台 这样一个这个美国资金的 这个没法动用的问题 所以这样我觉得 可能也会产生一些 对欧洲国家也会产生 是不利的影响 嗯 那我follow这个 欧文的这个看法 这个你觉得美国这个 国会对原物预算的 这个动摇 会不会影响到欧盟 这个成都会有多大 其实之前波兰已经表态了 刚才欧文也提到 那熊华丽 还有最近中国跟德国的 这个所谓的财经 高层财经会谈 会不会影响 也影响到德国跟法国太多 那我是想呢 就是说 其实如果美国 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弱一点的话 欧盟可能会强一些 因为美国的 忽利主义很大 像说美国就很冤大头 他出钱出兵 而且还招骂 那么每次当美国的 比如像前一段 前面四年 在川普的前四年时候 那四年时候 那时候欧洲就说嘛 他们要重新武装欧洲事务 他们要重新接管欧洲事务 不能够再让美国人去管 当然拜登又重返呢 又在一定程度缓解这个 但是乌克兰问题 其实在奥巴马 在克里米亚 奥巴马就说 那个俄罗斯只是一个地狱性强权 那连欧洲强权都已经算不上了 他只是个地狱性强权 他也没有能力 在其他地方来投射他的影响力 那么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说 我觉得其实 很多的欧洲的 如果假如欧洲这些政治家 其实他们比美国政治家 更有远见 因为欧洲的精英政治色彩 和他的精英控制agenda的 这个比美国的精英要强得多 美国有很多人的民意 什么一个经济危机 一个事件出来 就可以把总统和议会的 这个agenda都给打乱 那在这点上 我觉得欧洲呢 他如果比较精明计算 假如说俄罗斯现在不构成 一个特别大的危险 因为打来打去 俄罗斯现在在原来的 前苏联境内在打了 这已经 欧洲早就已经进入到 俄罗斯的境内 所以在这点上 我认为呢 欧洲如果消极 不是因为 他们可能觉得这场战争 不需要花那么大代价 一定要打败俄罗斯 只需要打平就可以了 那至于说 美国国会中 下一任的国会 会不会对法案有好处呢 现在我是觉得 这次民主党 就是在这个麦卡西呢 就是跟民主党站在一起 防止国会倒台 民主党又集体投票倒塌 实际上共和党 只有八票倒塌 对吧 民主党集体倒塌 实际上是说明 共和党先入一场内战的时候 民主党又有个非常好的 一个八个人position 有一个非常好的 谈判的一个位置 他现在只要 共和党将来 谁想当议长 都得和民主党做交易 在这个时候呢 他不会把所有 共和党的议程都牺牲掉 这个要当议长 人家要看 假如在乌克兰的 援助这个问题下 我能拿到多少 民主党的支持 同时我让一步 同时共和党 多少人不背弃我 因为只要再有几票 共和党人支持他 民主党都支持他 他也可以拿议长 民主党知道 他提任何人 共和党不会同意 民主党只能挑一个 对他最有利的 这个在欧洲议会 政治中经常玩的 就是什么叫 关键少数 对吧 一个小党能够办一个 决定在两大力量 相持不下的时候 他办也决定进了一个 决定胜负的角色 他就有一个比较 比他实际上 人数要大得多 这个position 所以我认为 民主党其实现在 处在一个很有利的位置 俄乌的问题 边境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一些 民主党和共和党 有分歧的问题 他们都有可能得到一些 共和党温和派的支持 然后选一个 他们相对来说 在共和党中 比较主义的总统 现在川普表态了 川普说他要选一个人 那民主党认为 这个人是大敌人的话 他就会和共和党中 不同意这个 川普的人结盟 要击败这个人 就成了一个 就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而川普要拿到 共和党的话 我看有人说 川普能不能当议长 川普现在在 共和党线 只占这么微弱的 这个多数的时候 他只要在一个议题上 能给共和党一些 不喜欢的议员借口 他就当不了议长 那除非他下一个 2024年的议长选举中 共和党能有更大的比分 就是比这个民主党一席 有更大的比分 否则的话 我觉得这基本上 就不太可能 果然教授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这个美国 对于俄乌战争的 这种态度的转变 对整个局势的影响怎么样 美国是乌克兰的 最大支持者 但现在开始动摇了 第一个 美国的民意 对于美国要支持乌克兰 差不多下降了5% 而要主张 要不支持乌克兰的 也增加了5% 所以美国民意对乌克兰支持程度 大为下降 第二个 美国的拨款 说到两党 这个关于乌克兰政策 不一样的看法 那么民主党 比较支持 要支持 要给乌克兰援助 共和党是比较多的 这个参众议员 持负面的看法 那川普更是说 我当选总统 一天之内结束乌克兰战争 所以现在这个 最大的问题是 共和党 他这个坚决 反对继续支持 无限制的支持乌克兰 可是民主党 反对支持乌克兰的人数 大为增加 那么这个就会影响 民主党的政策 而实际上 美国一些国会 拨款给乌克兰 已经发生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现在这个美国 能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 越来越有限 因为他们都提供 战术性武器 那战术性各种都提供了 那么乌克兰 第一个消耗的太多 第二个呢 根本就是被俄罗斯 摧毁的差不多了 根本就是没有发挥 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今年这个夏天 乌克兰所谓反攻 在东部地区反攻 俄罗斯 占领的新的占领的区域 根本就是没有进展 他的这个地雷 他的壕沟 已经阻挡了乌克兰的反攻 所以乌克兰现在军事上 居于劣势 那么美国 固然还是强大支持的 但美国因为内政问题 因为民心问题 因为军事工业 美国军事工业 也不是可以无限量 快速的生产各种 炮弹 的飞弹 所以他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资源 也到了一个极限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俄罗斯 他经历这场战争 虽然他被认为是 打得这个是 非常的这个 不是强而有力 甚至是一个 打不成自己设定的目标的一个战争 但是俄罗斯他度过了 经济制裁难关 渡过了内部政权不稳定的难关 而他也通过了乌克兰反攻的难关 所以俄罗斯现在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他只会巩固战争的成果 虽然他不一定还能够进一步去攻击乌克兰 但是巩固战争的成果 也就是在东部到南部地区 他的占领了新的区块 他牢牢守住应该不成问题 那么现在加上一个不利因素 就是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现在产生了乌克兰疲惫 无论是政策的支持 或者是晶圆的支持 或者武力的武器的支持 现在英国 他最这个欧洲国家最积极支持乌克兰武器的 但现在的互存已经用了差不多了 他也没有更大的能力去支援了 那德国法国一乎如此 那波兰匈牙利根本这些都已经不支持乌克兰了嘛 所以今天乌克兰 他处境越来越艰难 乌克兰处境除了外部情势恶化之外 他另外国内也出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贪腐非常严重 所以很多的外国的资源 被他们贪腐贪掉 第二个军工体系受到严重的破坏 他没有能力生产太多的武器 而必须仰赖国际 第三个他撞钉已经抓得差不多了 那么现在用很残酷的方法去把这个人 差不多年纪可以打战的 都用强制手段去抓去当兵 所以乌克兰的撞钉的补给 现在发生非常大困难 更不要说乌克兰现在经济困难 而且他粮食的出口在这个南部 或者在欧洲国家都受到阻挡 所以乌克兰的处境是非常非常艰难 那么尤其下个月就进入冬天了 就进入冬天 那么这个他要再反攻了 这个更不可能了 所以乌克兰会度过一个非常难过的冬天 然后明年就进入到一个持久战的局面 这持久战乌克兰是国内国外都处于不利的情势 而俄罗斯是稳住的局面 所以明年的战争可能会往俄罗斯的方向倾斜 也就是俄罗斯他会在战场上面会越来越强大 乌克兰会越来越趋于弱势 然后美国呢如果经历选举共和党执政 那么美国的这个靠山也没有了 那么欧洲当然也会受美国的影响 所以我们实在应该为乌克兰的未来担心 何明你怎么看呢 你是替乌克兰的未来担心 我没什么看 如果是看过想点就点的节目都知道 我今天的这个殖民一年以前 一年以来为了俄乌战争 很多的网友抛弃我 很多的网友攻击我 很多的网友伤害我 一开始我就讲了 这场战争是没有希望的战争 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出路 立即谈判 没有机会赢得这场战争 像川普啊 像不是川普啊 刚才这个尊涛 不是引用美国一位前总统 那种狂妄式的这种讲话 完全不了解基本的现实 他就认为俄罗斯就是一个脚路上的 跳跛的小孩 让他坐到这个脚路上 接近洗手间就可以了 根本不了解人家的这个11个市区 根本不了解人家有比较完整的生产 这个体系 过去一年的这种战争的宣传的泡沫 终于破灭了 即使给不给钱 也扭止不了这种战争 给不给武器 也扭止不了这种战争 即使是北约参战 也赢不得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的悲剧是冷战没有处理好 冷战急忙忙的 带着一个亢奋的情绪 迎来了苏联的崩溃 没有处理好当时的边界 然后又造成后来的 这个乌克兰政权的这个腐败 乌克兰政权是欧洲最腐败的一个体系 从军队到政府 各个体系里面都腐败吐底 昨天的一个欧盟的前领导人就讲了这一点 这个都很清楚 而且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基辅的颜色革命 那种颜色革命 我仔细看了 当时也追尊了 后来也仔细回过了 其实这些颜色革命在过去几年 现在还有人谈这个茉莉花革命吗 还有人谈什么这个话那个话的革命吗 因为这些国家很多就产生了内乱 其实乌克兰的禁忧 就是那场颜色革命引发起来的 乌冬和乌西地区的一种冲突 这种冲突实际上只有乌克兰人 才能坐下来 谈得清楚 如果处理不好 就会引发战争 再加上北约因素 乌克兰的东部的战争 其实持续了很长时间 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简单 这种简单就是一个巨大的战争的泡沫 破灭了 过去一年多来 建立的政治的神话 战争的神话 什么民主第三战的神话 统统破灭了 该多少钱也没用 现在班农总部当然是非常着急 准备从这个国务院里面拿一点钱出来 给这个乌克兰 但是问题是那个钱 你说罗印呢 你得还钱的 对不对 昨天又做出一个日暴天惊的决定 准备在南部进墙 这是班农总部上来的时候 再反对的措施啊 为什么 因为他想换取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是他老人家不知道 这场战争不可逆转的 除了谈判 只有谈判 才让乌克兰人民少一点伤害 乌克兰没有希望 赢得这场战争 除了和平 才能帮助乌克兰 这个军总 其实没有人反对和平 和平老是在谴责乌克兰 什么叫没有反对和平 我跟你说呀 这个和平你一定要知道 是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 你得这么说 你这个他不支持 那你这个侵略这个伊拉克 你听我说呀 和平先生 一个女孩子 你听我说啊 和平先生 你让我说啊 就同样呢 你让我说完 我们时间已经超了很多了 同样来洪亮 这个这个 约满 你等等等等 你让我说完呢 你自己想一想 你跟我说啊 一个女孩子上车了 被一个男的给强奸了 你讲这个比喻 你跟我说呀 也许这个女孩子 穿得太暴露 你听我说 从科学的角度来 这个东西呀 已经是一年前 没讲的 这是政治的审则 我把观点说完 然后让大家去评判嘛 你看你这是 这个 你说一个女孩子暴露 你说她可能穿得 是个点暴露是不好 她可能 这个但是呢 这个强奸 还是应该受到制裁 对吧 我在那之前也讲过 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 你这等等等等 你看看何秉 你这样的 不好 这样不好啊 这个我这样的 好像在以牛女犯错误 这个 其实我原来也讲了 欧战的 我说呢 传统地缘政治观念 大国后院不能有敌人 这个其实 这个经典现实主义啊 都接受这个英美啊 西方的 这些战略学家都知道 所以才有一个 德国那个海军司令 对吧 后来被辞职了 因为说这个话 德国人比较严谨嘛 他说 这个克里米亚 就是俄国人的了 拿不回来的 对吧 被迫辞职 但是呢 这个战争的基本起因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个确实激起了 联合国多数国家的愤怒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搞清楚 和平我也赞成啊 我也赞成 但是和平 如果假如被侵略的国家 要保卫自己的国家 那我们不能让他就放下武器 任凭侵略国家 也占领 你知道知道 乌东地区的历史吗 你知道克里米亚 哎呀 你又来了 那俄罗斯还 你知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吗 你知道美国和阿富汗的战争吗 你知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吗 你知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吗 你听我说哎呀 我当然都知道 你说的所有我都知道 但跟现在的关系 不过跟我们现在这个话题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就是说就像那次那个有一个 那个新疆人在批评龙英台就说 因为龙英台批评什么呢 龙英台就说这个在解释共产党 不是人家在提出共产党在对新疆说 他说呢新疆过去也杀了 就是维族人过去也杀了一些汉人 那龙英台当然说这是个历史上的一个渊源相报 它是个因果关系 但是这个新疆人我觉得说的很对 所以说国际条约是管什么的 国际条约不就是要终止一个过去 开始一个未来吗 那既然说在俄罗斯在这个前苏联截击之后 既定有了一系列包括俄罗斯 你告诉我国际条约有没有今天清理 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 那么就要在这个条约的局上 不要再谈历史上的 你讲什么 不能再谈历史上的救护 什么在历史上的救护 刚刚发生的阿富汗战争 什么叫历史的救护 刚刚发生的美裔战争 什么叫历史的救护 那些都是有缘由 我们可以找一些咱们一个一个来谈论 那个有原因 那个你知道 因为美国和那些 美国和那些国家最不一样 就在于 那个 还没听我说 美国跟那些国家最不一样 在于他们的大的国策 都在CFU debate 在公共讨论中形成的国策 所以这些东西都没有集体暴政 你认为当年的拉塞国家 这个德国侵略别的国家 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 当年的拉塞国家也得到人民的支持 哎呀 行了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 按照现在俄罗斯 本来也承认的国际法和 俄罗斯承认的条约来说 那么他们是一次入侵 这有什么好争论的你跟我 谁说他不是入侵 现在你说你的国家 要不要接受 那我不是 那个赵平先生 你要控制一下 这个 这个 我们时间有限 你可以30秒 一分钟结束 我不说了 我不说 其实我要说都说完了 就是说 就是被侵略者有权利自卫 而那个被侵略者 被侵略者根据现有国际表演 这个没有问题 自卫是没有问题的 我也不反对 我不反对 那我们就没分歧了 好了 欧乌战事 看看明年 明年会怎么样 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半了 我也不晓得这个战事 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也会不会和谈 和谈能不能够成功 好 最后一点时间 讨论一下 这个美国共和党籍的 众议长 这个麦卡锡 被自己的同僚罢名下台 这是美国历史上 首次发生的事情 但对美国政局 还明年大选 影响不小 现在拜登 这个川普前总统 特别提到 他可以站在议长职务 美国法律规定 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并不需要有众议员来出任 但是过去历史 没有一个是 议长是由 非众议院这个身份来出任的 所以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讲话 到底对明年总统大逸会有什么影响 还有说拜登 我们这个题目提到的 他是会当副总统 这个金东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麦卡锡 被罢免 对明年总统大选 还有川普最近的表态 又有什么样的背后的意涵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麦卡锡 被罢免之后呢 美国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 进入到了一个 进入到一个相当于 欧洲政治的格局 欧洲政治是什么格局呢 就是说他们经常是在议会中啊 因为他们大选区制嘛 就一个选业 对他呢 没有一个党能够独霸天下 所以往往是各党联合执政 那现在美国说是两党 其实每个党内部有不同派别 对吧 民主党最激进的派别 恨不得就是要拥抱社会主义了 这些 而共和党最保守的派别呢 恨不得让美国要回到 这个就是联邦制以前的 那像这样的一个 就周权至上的 像这样的一个呢 就实际上给了一个机会 就是民主党的派系 和共和党的派系 重新分化组合 因为现在共和党领先到民主党的 说刚才你们的题目说 川普能不能够当选议长呢 我觉得在现有的 这个议员的比例下 因为共和党议员 不会都支持他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希望 因为民主党会急地反对他 你可以罢门 麦卡锡可以看到 只有八票共和党的议员 和全体民主党的议员的结合 就把麦卡锡罢免了 那么实际上下一步 如果民主党能保持一个一致的话 共和党实际上陷入了一场内战 这场内战呢 会使得呢 民主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去跟共和党中 他们选择一些派别 进行联合 然后呢 形成一个优势 那当然川普肯定在这个时候出局了 就说在议会前 除非2024年的选举 导致共和党对民主党有大幅度的这种胜利 而且一席有大幅度的 而且呢 川普在这个共和党中赢 就能够掌控了一席 也能够超过民主党 加上他的共和党中反对派 能够超过这个 按照他上一次有十个反对他的人 对吧 上次众议院十个反对他的人 那这十个人 加上美国民主党多数 他就没有什么希望 但是而且川普在就是在昨天吧 发表一个讲话 他说呢 他不反对呢 他可以考虑接受临时议长 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位置接到什么 他说我还要打总统大选2024年 就说明他心中还是有一个 宪法上的一个考虑 就是说如果他当总统之后呢 他就不能够再当议长 他说我可以当一个就是实际的一个 攀守议长 他愿意考虑这个 但是他说呢 我的更长远还是2024年 这个等他们得出一个 长远的议长之前的时候 我可以考虑这个 但一旦他们有了一个 选出一个政警的议长之后 他就可以把这个位置让出来 这他昨天接受一个采访说的话 嗯 国安教授你怎么看呢 美国现在的政局跟政坛啊 这个问题很多 还不小啊 美国现在是进入到一个 一方面是两党这个对立越来越严重 另外呢 党内的激进派越来越这个 啊 张狂啊 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是这样子 那么这一次的共和党等于是八个 啊 众议员啊 等于是反麦卡锡的啊 或者是比较支持啊 啊 这个川普的众议员啊 他们这个啊 啊 等于是反叛啊 反抗啊 他们的这个支持出来的议长啊 那么这个就是说啊 美国现在政治啊 进入到一个尖锐斗争的一个局面 这个尖锐斗争呢 是美国现在一个政治的一个常态 这个常态呢 就是互不妥协 然后呢 啊 固然有两党斗争 更有党内的激进派越来越张狂啊 所以美国呢 现在变成是一个仇恨政治啊 仇恨政治上升到无限上纲的局面 各种啊 政治言论跟斗争啊 行动都是 以仇恨对方 或者仇恨一个对象 为啊 主要的一个核心啊 你今天共和党啊 尤其在川普的那种思维 和跟他同样思考的 共和党人之下 那么所有的问题呢 都是把仇恨化啊 移民问题啊 建制派的问题啊 然后那个什么什么啊 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呢 啊 或者是这个国际啊 上啊 国际外交行为上的问题 都是 变成一个仇恨 用这个仇恨值啊 的一个不断的提升 来巩固 他的核心支持者 来这个打击啊 对手啊 无论是党内对手 或者是敌对政党的对手 那么民主党里头的激进派 也越来越尖锐啊 他们啊 固然现在还没有公然造 拜登的反对 但是呢 他们的政策主张啊 其实在美国引起非常大的争论 比如对移民问题呢 啊 或者对于这个预算啊 政府赤字的不断的上升啊 那么对于这个啊 所谓的这个啊 外交上面的啊 比如说乌克兰的支持 这种种的啊 对犯罪问题 特别是犯罪问题啊 那么的包容啊 现在引起美国 非常大的一个争论啊 那么这个也是啊 共和党跟民主党一样 正党内的极端派 都越来越有主控力 而且成为把仇恨 升高到啊 政治上无法啊 共载啊啊 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 这样一个程度 所以美国的政治啊 是不断的弱化啊 美国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典范啊 一个地位是不断的被削弱 而且是使得美国各种问题啊 更难解决 政府的决策效能啊 更有问题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啊 国会本来面临停摆的啊 的一个法案啊 那么这个啊 拜卡锡是以大局为作 勉强妥协 但是立即被罢免 那所以这个以后 美国的政府的啊 无论是国会啊 或行政部门 他都要向极端派靠拢 或者他政权 或者他政治主张 或者政治地位 会受到破坏 所以美国现在是一个仇恨啊 凌驾一切的一个政治局面 那么这个对于美国啊 国家治理 或者是民主体系的一个正常运作 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这个宇文你你怎么看来 这个这次麦卡锡被罢免 对明年国中大学会 什么影响 我觉得麦卡锡被罢免的话呢 应该来讲的话 有利于川普这样一个竞选啊 因为我们讲这样这个 被罢免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来造反的这个八个共和党的议员 基本上是继续川普的啊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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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讲的话呢 对毛泽一向来讲 你可以就是说可以说是 川普在共和党的内部的一种信力啊 所以他才会说他可以出来 这样来联系做这个 众议院的这样一个议长啊 这样一个议长 从川普的角度来讲 当然一切都是为了 明年的这样一个大选啊 所以讲这个大选夺权 然后把拜登通过毛点方式 就是说是不是要把拜登 这个下这个关键监狱了 这可能是川普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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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秦国家这样说谈的是我的仇恨政治吧 这个也是他对拜登的这样一个 仇恨政治的这样一个表现啊 不过就是说明年美国大选 还充满着其他的很多辩识 就是说川普对后能不能一个当选了 也是一个选业 虽然说从现在的这民调来看呢 他疏忽要这个我们讲强过强过这个拜登 但是他手上来讲 他是否能够在共和党里面作为好省人 我认为他大概率他可以作为好省人 因为他这种高民调之下的尽管 他身上有一大堆弊案 甚至可能就在 甚至有可能就在这个 这个竞选的时候 他比这个法院 这个判刑入狱啊 但是除非这种情况发生 就是真的比法院算不判刑入狱的话 我认为共和党大概率 还是会选他当好省人 但是假如说是真的这种 比判刑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因为美国法院没有规定说 这个罪犯就不给竞选中队 所以他也有可能会作为 独立好省人的身份 那如果作为独立好省人的身份的话 那他不可能赢得共和党内的 这个大多数选民 这个比如说三分之二的选民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他能够最后能够 独立总统的概率 应该来讲 比他成为共和党的 候省人的这个概率 还是要低的 所以应该来讲的话 拜登目前的 这个川普目前的这样一个 一个首要的策略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 要读止他在大选的过程中 必法院算不 这个被服务欲的这样一个情况 这样的情况 可能对他是最不利的 但是作业研究来讲 就是说明年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共和党这边 这个川普是真是夺人 但是难否对后 他难否这个成功的翻盘 第二次联任总统 这里面还是存在悬眼 但是从目前的这个状况来看 麦克希比罢免 这种人似乎是有于川普 何兵呢 何兵呢 最后来看 我觉得非常好 现在美国的政治不是小好 是大好 因为美国进入了一个可能出现 大的变化的一个机会 同时通过这些两党的极端政治的竞争 来采取一下民主有多大的承受能力 我们知道上一次的选举出了那么大的这个纷争 但是美国并没有被摧毁 我也不相信这一次的这些纷争 把美国的政治给摧毁 因为美国的政治框架 大体来讲 它是有规则的 不管川普得到多么强烈的支持 但还是走上了法庭 还是在接受这个审判 至于他审判之后 是不是要坐牢 或者是坐牢以后 还能不能当议长 或者坐牢以后 还能不能当总统 这都是非常好的完的事情 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 它就不断地在创造辉煌 创造历史 创造一些教训的一个国家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 民主是不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我觉得非常好 不是一般的好 如果是这个老人政治 还能不能继续这么维持下去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 尊涛同学 还可以在海外等个20年 80岁的时候 进行中国总统 一定有美国的例子了 没有问题 我那个时候肯定是 这个我们尊涛的一个小跟班 其实我们尊涛已经跟班很多年了 这个只是说我们为了 娱乐的需要 在网络上 争吵争吵 或者说大家觉得你们这帮老邦 太沉闷了 每个人都像 整个想教授日文一样的 想教授我 所以我牺牲了自己的色相 跟尊涛补了衣服 但是我觉得美国很好 非常好 不是一般的好 是形势大好 你讲这个话 这个语带玄机 不能够用表面上来衡量 OK 不不不不 真的 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民主的承受能力 如果美国这个国家民主的承受能力都很脆弱的话 那极大国家那是更加艰难嘛 我是这个意思 OK 好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 这个台湾的政局 美国的政情 还有那个习近平 上福 魏弘河 还提到中国的经济 我们都谈了很多 还有这个11月的拜席会 在APE 在旧金山 好 谢谢王俊涛 谢谢邓一文 谢谢陈国祥 谢谢何平 谢谢四位嘉宾 谢谢所有明镜观众 对我们的支持 跟观赏我们这一期的这个中文就业 我们这一期的这个节目就到此 快乐段落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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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谢谢 明镜电视频道 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 明镜电视频道